大家午早 我們現在進行第11處會議 先請畢樹林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並各報及各廣播電台記者 陳鋒喜議員 陳駿宇議員 劉田儒議員 邱家金議員 黃素晴議員 張明華議員 薛誠毅議員 吳秋林議員 江碧華議員 陳杰林議員 沈德茂議員 孫湯議會議員 郵湘德議員等 劉局長建廷 張組長佳林 莊科長熟資 劉副長富美 劉科長熟進 吳科長邱錦 林主任池芳 張主任 惠林 李主任 嚴誠 賴科長 茲文月 科長瑞雪等 請他四項 社會處衛生局 也有執行議員要求 辦理四項 辦理提供四項令入 響魯附建 並行穩縣政府辦理 三位 下午七時 五十一分 以上 好 請問他會議事錄 什麼意見 好 存查 好 現在我們進行 建設處與公務處的單位打醒 組行 那現在請相關主管來列市報告台 好 先請兩位處長把你的主管來向大會做一個介紹好不好 好 先請兩位處長把你的主管來向大會做一個介紹好不好 好 那建設處先 議長 秘書長還有各位議員 大家早安 首先由建設處這邊來介紹我們五個科的科長 第一位是城鄉科的邱科長 然後第二位是我們建管科的林科長 林志牙林科長 第三位是我們使管科的林志明林科長 然後第四位是我們交通科的龍科長 然後第五位是我們公共運輸科的中科長 好 以上介紹 好 公務處 陳處長請 議長還有各位議員 早安 我依序從我的右手邊來介紹 第一位是我們養工科的翁正啟治科長 第一位是我們水利科的李鋒昌科長 第三位是我們下水道科的徐敏雄科長 第四位是我們新工科的徐瑞遠科長 第一位是我們採購科的代理科長李文雄 以上 好 現在我們請第一位登記主席的陳潔霖 陳議員 來 主席 兩位處長 各位科長 各位同仁 建設處所俠的業務 城鄉計畫 交通規劃 公共運輸 我看了你所有的工作報告 還有你的一些行政上面的業務 我看不出來跟圓民鄉有任何的關係 建設處你們應該是叫做不管圓鄉之處 我看不到你們在圓鄉有任何的建設 處長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能不能告訴本席 你們的業務到底落實在圓民鄉的部分是有哪些 來 請你說明 好 議長 陳議員 那關於在圓鄉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城鄉規劃這一塊 其實我們這邊 因為整個土地有分都市土地跟非都市土地 我們這邊主要是針對於都市內的土地的部分 在圓鄉的部分是南澳這邊是有一個南澳南強的都市計畫 所以相關的都市規劃的部分 包括泰雅文化商圈 或者是後續的整個交通的部分 我們大概這邊是由本處來做負責 在土地的規劃的部分 那交通的部分基本上是 以現在來講 包括這個蘇花改的通車的相關的騎乘 還有後續的公共運輸的規劃 處長 這個我了解 我的意思說 你 城鄉計畫 你在南澳鄉落實了什麼樣的計畫 沒有嘛 這幾年是看不到 那交通規劃坦白講 根本就是指上談兵 沒有實質上的規劃 那這個公共運輸跟不用講 公共運輸幾乎都是落在省道 那是那個市區巴士根本也沒有走幾線 只不過是假日有走那條線 走那個S1而已嘛 那既然在圓民鄉沒有太多的建設 那我就針對在104年的這個審計室 他核列裡面有一些缺失 處長請坐 他說市區公車聚在老弱婦孺的不滿意度上升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下降的趨勢 市區公車站牌設置地點沒有跟長均食堂據點整合 那另外 我很在意的 鄉鎮市景觀風貌計畫 沒有獲得中央補助的建設呈現下降 那市區公車這個你來說明一下 另外 這個景觀風貌啊 景觀風貌其實早期我在圓民鄉服務的時候 我們曾經提拔過 即使我們不是在所謂的都市計畫區內 但是我早期曾經跟銀建署有爭取過經費 但是這幾年啊 這八年來幾乎 這六七年來幾乎在圓鄉沒有看到這樣的計畫 你說明一下 所以可見得你們對圓鄉沒有任何輔導的這個措施 謝謝議員 那有關於那個市區公車聚在老弱婦孺這一塊 其實我們後續的部分我們有請我們科長 都到這個各個市區公車裡面去加強宣導 那後續的部分我們也持續在追蹤 那最近的一個我們調查出來的資料的部分 其實過戰不停跟聚在老弱婦的部分 有持續在下降這個過程中 這相關的資料我們是不是會後再給我們的議員做一個參考 那有關於中央補助這個部分下降 其實我看的相關的資料其實是因為中央它本身 本來在今年的四年度裡面有一個整合型計畫 那它前兩年是一個規劃案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都有拿到相關的資源 那第三年部分我們在準備相關的資料的話 那它的這個整個補助的辦法改變了 那處長 所以沒有辦法做那個相關的補貼 你的說明我了解在這本這個報告裡面顯得清楚 你們在十年的整合型計畫裡面根本也沒有提出多少建築 所以你這個是有點自打臉的說法 請坐 那個公務處跟建設處也差不多 因為你們的業務屬性跟原鄉沒有太大的接觸 頂多就是所謂的鄉道 你們在做這個管理跟養父 那我比較關注的就是說 目前公務處在原鄉做了一個工程 這個工程一直圓當 那前兩個月副縣長還著急我們到縣長去看 那處長跟這個顧問公司是說 因為這個要炸 那麼我還跟部落花了一些時間說明 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進度 你這個田谷爾大橋本來是今年要通車 之前的這個計畫騎乘是今年要通車 那延當到明年能不能通車 處長你能不能保證來說明一下 主席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田谷爾大橋因為它關鍵在兩個噸柱 它是用成箱 那之前是因為下面有巨大的一個圓盤卡住了 那最後決定用炸的方式 那也順利把那個卡住的岩石炸開 不過它現在因為有一個蹲柱裡面的那個 成箱的孔那邊還是有比較大的石頭 那必須要再稍微微炸一下才能把這些石頭夾起來 你知不知道要炸這個東西的時間要花多久 要半年耶 從申請炸藥一直到這個要開炸 到能夠來趕進度至少要半年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從現在沒有辦法完工到疫情 你們上次是說一定明年的4月看能不能完工 那你的意思就是要到明年年底才能完工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之前已經有申請炸藥 所以他這個是不用再一次申請 所以他變成說 現在就是在抓斗的部分 他需要把這個石頭再炸得更細一點 那才能把它順利抓起來 那也因為這陣子一個颱風天氣的關係 影響到工進 那預期因為它現在大概差5米就可以到達那個定位 那應該是在今年底明年初的時候這個成像就會完成 你那個河床底下有沒有積水 如果有積水的話潛水服能不能下去潛水去看 去這個看 看驗 那個如果這個水是不是有辦法抽乾 因為水引到旁邊去 那你的進度要趕快啊 這樣一直拖下去不是辦法 再加上你的便道常常又不通 不能因為說下大雨或者是天氣不穩定 便道就沒辦法通 我們本來就是要提供一個正常的便道給人家通行 絕對不能說因為這個工程開這個便道 氣候的關係 我這個便道都不通 不可以這樣啊 處長你意估什麼時候可以通車啊 這個案子大概是應該是明年的8月應該就可以完成 那本來不是意估是今年8月要通車嗎 對 那延了一年嘛 那延了一年這個部落的痛苦誰要來承擔 不用承擔啊 這個是因為那個天后的關係 那還有底下整個研盤的關係 那我們會加緊來趕工 那如果明年又是天后關係的話 那就不能克服了嘛 那就一直展延年到 從來這個台灣地區都不要下雨才能通車啊 只要在年底之前這個程巷到位 它下部結構就不會影響到 氣候就不會影響到那個橋樑整個工進 就只剩下上部結構 因為你沒辦法克服氣候嘛 所以萬一一直下雨到年底的話還是沒辦法進行啊 所以我看就等到那個都沒有下雨的時候 我們再來期望 請做處長 那個交通處啊 我記得我在去年年底一直講到現在 我說你們要 而且你們這個之前處長跟現在處長也承諾過 就是說你們要重新做檢討要規劃整個市區巴士的這個行駛的路線 那這個部分你們都一直沒有規劃出來 甚至也沒有那麼在意啊 那圓民鄉可能對你們來講 沒有太大的這個感覺 這個我也實在是不期望你能夠給我肯定的這個內容 但是我要跟你講 如果這一條線 這條線你如果再不規劃清楚的話 我先預告你 我在第四小組 我在第四小組 那麼到時候我再好好的來算一下 好 以上 好 以上 沒有啦沒有 這樣就好 好的喔 好 謝謝 呃 謝謝陳議員 好 我們來報告一下登記順序好不好 報告登記發言的次序 1號 26號 24號 11號 4號 27號 6號 14號 25號 19號 13號 31號 8號 9號 25號 29號 23號 18號 17號 22號 10號 16號 28號 以上 29個 好 我們請那個陳議員 陳富山議員 你要先說就好了 你先說就你優先啦 好來 那我們請 好 等一下 你等一下啦 老大的優先的 你坐一坐 你坐一坐 好 沒關係沒關係 好 請張前議長 好 開始 請開始 老大的 老大的 你可以10分而已 老大的 15號 好 我定期 我跟你說什麼 好 好 很四階 沒有你合法的 首先我們 幹部處長 陳處長 我們就說 我說你幹部庫 一定要 重心 下去 受傷鬼 才會有事 怎樣 你幹部庫 現在一家工店都表不出來 你跟你的團隊有問題嗎 沒有 幹部庫 很多人都表不出來 尤其 中 道路 如果表不出來 都表幾個 你幹部庫 你現在走去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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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出來 走 走 走 運動工具 走 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 這塊的 運動工具 做不出來 12天的 鄉上說 都不出來 一人換你做 工具 是在不出來 那種種種的問題 要出事 你像你運動工具 你現在聽到 你還記得 要 五、兩年 你身上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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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瘋 發瘋 你們大家都 發瘋 不是 所要 先來 丟到 洗手 音顧 Spy 者 是 tą 板腿 就好了 叫 頭 我 事 涵 這個 室 怎麼 想 幫助 其實 你的 水 本席在這裡,很慎重告訴你 不然就只有我聽的官長給你講 第二就是,我們現在到處怎麼一個錢? 廢罪! 你廢罪,現在像接罪好就好 像我們後面 我們家的後面面 那二、三十歲,你都跟 他的一條航子,你都跟他講過 你不跟他說什麼?那個犯法 你跟他影響,整條 全民老爺都不做你 你看,他怎麼把他放到 看著他 看著他,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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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他,他有什麼問題? 剛才本社經理你 這個不跟他掛著 要見反應,就要講反應,要拿出來 要拿出來 到這裡來 無話現在來了 八世有人主啊 你現在都要拿到 應該要用公款力 我都用公款力就出發不出 這個你要出發 政府、投資、搜索要拿出來 沒有為了一項兩項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公款來 開關這裡的藍衫 藍衫 尤其中山路 尤其什麼 這塊你做處長 還要輸上一項的事情 你說我們延期長 延期份的總會有三隻 二三隻 或是開百隻 你以前照理這裡寫起來 你做兩萬四千三百三十九 你現在創出來 你的接水料是五十七 減四 你應該煮蒜都好 你只要接一半而已 你應該要找一個鑽籠 來年紀法輪 今天這麼多 穿一半 還沒接的 今天就接起來 這是我們這邊 開百的 你開南的 用廟梯的 跟順利的槍槍合的 你現在就三萬兩千幾 開百的 開百給你做 多做五年以上 你還要輸客 要三萬兩千 兩百七八 你就看出來說 我們政府辦的 管府辦的 無靈了 人家輸了怎麼這麼近 這個名字 你心裡 跟 接接接接接 接接接接 這個庫長 的庫長 你應該把這個 拿手指來去平衡 因為靠靠靠靠靠 你如果要去平衡 你這樣不通 我是說 這個 本社對這一點 非常 真的 自己執了 你既然要投資這麼多錢 接給 現在 接給 接給 你也可以去請 專家 我們 我們 幹部 家 做一個 小廚 我怎麼用 有一個 本人 兩點 幫你 請你回到 第一點 你現在 剛年現在都 表不出來 跟鐵樓 一年 你們 你遲到 當月 你們好稱第一名 是要來停到 外國的 還可以學工 要說真的 不可以說家 你這不是說 你怎麼收就收 那些車子 都把你放在那裡 除了把你做大賓 你怎麼收這些 不可以 那些車子 我怎麼收不可以 這是第一 第二 我是要這個 我們 費水 大十二十年 幾十年 你當時 我跟議案七 都好 跟他這五十幾% 我怎麼提高 這個 很效率 我請你們請問 主席 謝謝張前議長的 關心 跟建議 關於那個 今年 工程 比較不順 很多案子 大概都 流標 甚至連道路都流標 當然我們有檢討 許多原因 那 第一個 大不外乎是 被核定的預算 不夠 還有今年 它的 外面的一些物價 也稍微上漲了 那造成 廠商投標的意願不高 這部分我們也在檢討 除了說 本身的工程 設計方面 能不能做一些 減作 那也積極去跟中央 去爭取經費 來 來 抑注這個經費 讓這個廠商 有合理的利潤 這個我們會 積極的一個 辦理 那至於 那個 運動委員 以東的 這個 實力重劃 那因為他本身 公司財務的 一個問題 造成他 整個工進不順 那 這個 從5月開始 我們發現他 落後5%以後 我們就積極要求他 要做趕工的 一個 計畫 不過看起來 他並沒有 如期的將整個 進度趕上來 所以 我們 這個月 我們已經要求他 要解約了 那我們也在 之前 因為有 有預見他可能會 進度嚴重落後 所以我們都已經 在做假結算了 所以 這個月 我們會做一個 清算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下個月 會趕快來做 發包 把這個 整個 鐵東的一個 一個 沈東的一個 那個 勢力重劃 在明年的 6月的時候 趕快來完成 那至於 污水接管的 一個部分 謝謝 張前議長的一個 建議 那我們也發現說 之前在 穿牆著洞這種方式 有碰到很多障礙戶 那 只要有一戶不同意 那整個水汽 大概就沒辦法去接通了 那我們今年 也 有另外一種 方式 就是排除那個 違建的一個部分 把這個障礙空間 把它騰出來 那這樣就可以 避免 之前 有人不同意 就沒辦法整個水汽來接通 這個我們會努力來加強 那剛才 張前議長講的那個 羅東系統 那它 是要到 108年 它才會達到 兩萬八千戶 那它目前大概是 一萬九千多戶 那其實它的接管率跟 宜蘭系統 雖然 比較少了一點點 不過大概都相當 那 這兩個系統 雖然一個是VOT 一個是我們公辦的 那我們會來積極來 做用戶接管的這個部分 那 目前大概是每年 預計大概有3%的一個成長率 那我們會來加緊 看他們把這個接管率來提高 早日來完成整個 污水系統的一個接管以上 好 本相有兩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不讓我們接的 那種公關力嘛 像我們後面的人 你就在那邊打下去 有什麼沒收拔 在那裡有什麼問題 那都是扯回的人去公論嘛 這個八千不清掉嘛 已經有發覺說這個秘書要落 那這我放落很快 你這間還沒什麼 沒跟你聽音 這個我們要拿出公反力 第3最好 還是拿出公反力出來 這是第1 第2 你港領表白書的原因 就是 社會師沒有落數 沒有就 你不說 給你一百萬而已 你不可以做一百二萬 這你如果不對 這你本身要自己檢討 沒有啊 現在現實是 有很多的 這個 書人的機關 或是 港禄教 應該是 國公寺 那個 五三公路的 他們已經實施 不是第一家表 主家表 他們主家表 就是創一段委員 第一家 五十或三十 我還沒去拿的主要就對了 平心委員 大工廠 平心委員 創一個平心委員 你讓槍槍去幹部 你的主要 你的槍槍 到底有良 沒有有 有 有法 這裏都沒有 通過 在你們原作小的地 第二 你的材料 你的啥 你都有了 你做過什麼工廠 做什麼工廠 這裏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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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裏 我建議在這裏 希望你要去 操作 後來 道工廠 讓委員表 比較保護第一品質 第二 比較保護我們的進度 所以現在這個中間 建議你要採取這裏 這如果政府立案 讓主家表 我們的國師 如果你們要表幾個金 都是主要表 他就提起給你 五十八幾分 那你 你這幾百好賣 幾分 尤其你應該去研究說 不然表我們 國安法工廠 補正金和三都要比 跳過 補正金和三都要比 你補過金 就要收到這個 你廟電機最高 那走 你要了解 這你都要去做 我想說這個 第二 接水的一定 你要加強去做 我想說這個 對成功 你的業務 的推電 你不要說 燒得好 表面照 你就賣了 這次 管長總之順 我請副管長 下去研究這條 副管長 我也跟國長 同意這條來做 我們管護事 目前比較困難 有照做應該是 國公事 國三公路 大天工廠 我們也比較沒有 但是我們基隆 如果他要照顧這條來做 本事的意思 我在建設局 我就說 我們現在 不做專員站 專員站 我是這樣想的 你一定要創地 就是我這個車 沒有專員站 那專員站 一定在 車頭 鐵路 公路 跟我們議案館 議案館 議案館的 幾位 街營站 都連鎖 這樣給他專員站 這個名字 賣掉 所以不對 你如果說 國所公路 修士戰 什麼 國所公路 有幾個 你不要這樣 考慮國所公路 的專員站 你是國專員站 專員站是 議案館館的 不是 社團館的 你建設局 你要去 搞清楚 專員站 由來我們的議案館 各自委 副合 車頭副合 我們連線 就跟他專員站 那如果 國所公路 專員站 自己都沒有關係 不是 你們 你們 團隊希望 去偉大就偉大 道財團 可以 到底 這個政府 已經不能變了 你覺得還變 我最好 給你敬意 我是 做什麼 我覺得你很成功 如果 很多人說 你是一個 一個 不利優秀 我聽說 不利優秀 但你會記得 管長 是 臨床的 是 你如果去 打到 臨床 像我 現在 丹水比總統 馬英九總統 搞不定 抓到你而已 你 那 說一說 本店 人家 找你 一瓶四五十萬 三四十萬 你 你 一瓶萬 我 給我 那裡 你怎麼拿去 你如果拿去 我幫你去 你如果沒有拿去 你不要亂做 我這是 現成金 給你 看 對 昨天才是 我 就不是我開 理優秀 這理優秀要 堅持 堅持 啊 這些人都 創抗 回落 你 你如果 抓我去 抓你 抓馬英九總統 這間 你怎麼抓 你就抓你 所以 我看你 認識人 我看你 不理好 不理好 人做好 你怎麼抓 本身 在這裡 經濟 就一定要有 你 就 你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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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去 你 找不到 你 遺 次 那個 在這邊 胡瓜 這種 也是 要去 我 做 謝謝 請陳議員 陳福山議員 主席陳議員 農委長 農委長 兩處處長和科長 媒體朋友 各位同仁 首先我請教建設處 這個綜維鄉 都市計劃通盤潛討到現在得幾個 第三次通盤潛討 再多久 現在已經送到我們管道委會來進去 已經辛苦了一次 有叫他們退回去有一些要修正的部分 請他們做一些修正 大家差不多當時才好 如果說修正的部分可以比較完整的話 應該在半年左右可以送到內政部 因為他還要內政部最後的審定 我知道內政部還是我們先的都會 差不多半年 會一樣看一看 其他我是沒意見 現在我來請教你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 東北角 東北角的綜維鄉 主要是公履處那邊 以前剛開始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是二趟方 你知道嗎 二趟方跟管長 管長要算去的時候 有去 都二趟方跟管長做錢包 你不知道這個問題 我們後面有弄一個狀維歸增的整體規劃 不過不只剛才說 那就是整個狀維鄉 要怎麼來做這樣 是有一個 可是就是就家流沙埔 就是那塊一塊的部分 主要是 未來會結合公履處 還有一和局那個榕樹公園的整體的改造 還有後來的什麼地景藝術會來做一個整體的一個 活動的一個舉辦這樣 你包括生態園區 你們剛才也說生態園區 你們這邊有做到嗎 你們這邊有設計到還是做到 你說得聽 我們這邊沒有那個規劃 應該是公履處那邊的一個規劃案 就是那個魅力生態園區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現在跟你講 應該是你要整合 你不要說你這邊做 這個剛才你說的那個規劃那個問題 過來 你應該是要聯絡公履處 跟你們這邊 統籌看誰要來整個 你整個一項 他整個一項 結果 都不會成 你現在有整個到生態公園 那裡有在榕樹下過來 跟家流沙這邊 這就是跟我們以前 拿來做大學這個 這20幾公圈這個 跟現在 跟我們這個東北角 現在在蓋這個 連結嘛 剛才是在連結嘛 那麥仔 麥仔就是 管長在選舉的時候 再來做一個 南洋西河的整個規劃 還不知道 剛才你說的那個項目 都倒下去 那當時的規劃是 規劃到整個宜蘭河上面來的 這 還要做什麼規劃 跟陳先生報告 有關於那個 格馬南水路這個部分 在當時的規劃的部分 也是從油層的部分來做規劃 所以 主要當然是在公履處 不過我們在狀為規徵的部分 已經把各個局處的 業務的部分都有拉進來 所以有做一個整合 不過就是說 在分工上 還是有一些分工 不過明年度 針對於剛才也講的 就是從那個 遊客服務中心 加勒沙埔的地區 一直到榕樹公園 是有編列相關的一個預算 然後 就我知道的部分 可能有 農業處 然後公履處 文化局都有編列相關的預算 要來做一個整體性的一個 後續的一個活動的一個舉辦 所以說 我們也跟你建議啦 因為我已經不是公履處 一部分是在我們政所處的 所以你現在在這個 榕樹公園 南洋溪口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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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王伯 就是跟現在 我們東北朝風景區 在做這 為止 這個計畫 應該 是要統籌去 把整個的這個 綜合 再下去 不要說 公履處不僵 我去阿姆是說 政所處 我們這裡是配合什麼 配合什麼 阿現在你今天跟我們 打工就說 這是我們這個 公履處的 還有農業處的 一個案子 一個城牆發展 你如果沒有一個統籌的這個頭 還有支援證 你認為我也在那些設計 設計設計 設計到中學的時候 會不一樣啊 是 高人的設計數不一樣 高人的整個數也不一樣 高人的意見也不一樣 啊 地方 這代表在問我呢 他說 他現在 有時候 問他起來 結果都不一樣 我是覺得說 管長在施政報告那天 他說他欠償的 人很多 那天他也說 現在就說 剛才我說的 就家裡有三 我們兩個 這個核殼 這個 伊安核殼的生態延期 頂頂這樣 還有這個 整個這個 伊安核的路廊 這樣要起來 結局 幾年了你知道嗎 說 對你接 你也是沒有人家 你說沒有人家 對你接 我接 你有人家 就不你說多聽 你也沒有人家 你怎麼有人家 你也是 我去那裡拿錢 你管長 市長報告每一年都對我們那些議論是這樣說的 都是說他欠綜合人現多,沒有把我們建設到 結果,林處長接的時候,也沒有提起這個事情 從來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地方建設,尤其是你東山河 可以說差不多50億下去了 對不對 沒有,你議員這邊,欠北這邊,南洋合靠,議員合靠,接我們眾議這邊 空談嘛 現場也可以空談,你們都在空談,空談嘛 我做啊 是不是 館長我說說,出口傳播 說那天,你也給你設計什麼... 結果也沒有啊 你現在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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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剛才說的保安,你們的建設處是保安,你能夠得幾幾的 你說一下 是,跟陳議員報告 加勒沙埔的部分,我們去年開始做狀為歸正的計畫之後 其實我們在今年度就有辦了一個小型的地景藝術節 在7、8月中 你不要說辦什麼藝術節,什麼有的沒有的 那個人在後面社區經常在辦 你說你這邊的計畫 你這邊的設計 進度 你怎麼說一下 對啊 那個跟藝術報告 就是 現在的那個 遊客服務中心 預計明年的8、9月會啟動 然後相關的那個後面的那個 榕樹公園的部分 那已經開始在規劃設計 遊客服務中心 人家是東北角風景市在做的 你現在說 照你們的部分 你們設計的部分 我們的環節在裡面 你這邊的 會發聲鼠到位 你怎麼說一下 沒有啊 沒有 跟原報告 就是說 榕樹公園那部分大概有1000萬的工程經費 會在明年度會開始執行 然後另外 我們也跟 城鄉風貿爭取相關的費用 就是在 余思廟那附近會有一個相關的 工程大概是600萬 這個部分也或許 都會來執行 然後另外明年度 針對於這整個 佳爾沙埔地區 剛才講 農業處 大概有編列一個 800萬還是900萬的相關的一個費用 還有公履處有編列一個 300萬的相關的費用 都要去做這件事情 你到底這兩三百萬 這都沒效啦 這都是清廳點水而已 等一下要把它創一下 要把它創一下 要把它創一下 要怎麼什麼意義 你要把江郭 在湖口 湖中心 在地地都要跟南邊 榕樹公園這裡刷 撐起來 撐起來 當時的結合是這樣的 商業界線長的計劃是這樣的 他報告也是這樣 哪一天 蘇貞報告也是這樣 所以說 我是跟你建議說 你不要給我插一個 200萬 500萬 800萬 沒有意義啦 800萬 衝貞報兩間桌啦 衝貞報50坊啦 不要說那些點一下 我是說 你是不是我們滿幾月的沒關係 那種事要有幾月啦 有幾月就有機會嘛 不要說 蘇貞報告也說 你也說 你從你來到湖口 不要說就說就說 不要去設計 就去看 說阿大眾議這個時候 你也不要啦 全部沒有啦 我說這個是不是 你種族 新的事 你看 我要說不一遍 好 你把這個資料 詳細資料 你給我報告一下 好 這以上 你聽一下 那 什麼10文章 你說的 說到處長 我來請教你 你現在 在那個 新南區港那裡 有創一個應急工程 那不是 一至十五月 會完成 會完成嗎 你報告一下 應急工程的部分 我們都會在十二月底會完成 對 這 稍後在這裏 搞的 對 今年 洪泰還沒辦法做到 我們這裡也沒辦法做到 你說 那還可以 我們會加緊 趕辦 因為 會不會 會不會再 會不會再 不會 不會 確定不會 對 還請教你這個問題 新興Q10 新興 在今年 這個六月發包 在一百零五年 五月發包 我們已經在一百零六年的 這個 幾月要完成 這個工程是 核專局執行的 他應該會在 那個 九月的時候會完成 九月的時候會完成 對 我是希望說 你不要說是工程是印法包的 不過 因為那些都牽涉到 我們的七一排水 跟我們的償水戰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這裡 獨棄的 我們這裡是貫的 你怎麼去金進度 跟 做什麼 要去金 因為隨身說 對 越早好 是那個 人的 我們那個 這個基民 比較不會去 喝到水 越早好 你也不會放棄 你們要去看嗎 這個我們跟 義和局有一個 平台 就是每個月都會開 工程進度的一個檢討 這個我們會持續去關心 那現在進度多少 他大概是38塊 大概接近40左右 六月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機子可以先裝的話 就可以先運作 所以說 我是希望說 你 就你這個部分 裝的這兩個 非常重要 就是說 你十二要去完成這個 富安工程 不要去 豬土明年 義育又來 春天過去 紅柴又來 你這個做了 會牽涉到旁 這個清新搜索 去佔這個問題 和 新南朝日佔這個問題 所以說 希望這個 政党不能夠好理 你要去 這個加強 和 比較接近它 順著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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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點 還有一點 就是說 你聽一下 污水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 現在目前 的這個 應復 一定會越多 那污水下水道 這個排水工程 我們 我們的 目的 是否有污水 才來處理 是不是 但是 每一次 下水道 還是每 下水道 就讓 二人家 有一些 空 仁皇 跟大空 就給我 揪開 那 一 那 那 污水 什麼 說 二人家 現在煮污水 就要煮 再喝水 但是 這些水下去 都在 中火 那個槍你知道嗎?像那個砲彈這樣蓋上那個槍,我們都把它鋪掉嘛,你不是把它鋪掉嗎? 那個槍啊,新南的那個地方都鋪掉了。 美鳳下雨,大火的時候,他人家要喝大水的時候,他就把他撩開。 那沒有陰的時候,就大火,他就把他撩開,所以他人家也不要喝大水了。 但是這樣不好啦,我們那是美鳳污水,美鳳這些家庭,我們的便所,這些白水沒有處理。 還是說這個污水沒有處理,不是美鳳污水下水的。 美鳳污水下水,我們另外一條槍,在白苗大牌裡面下去。 像這個情形,你們平時在灌,他人家怎麼處理?你說什麼?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污水系統當然是沒辦法容納雨水的量。 所以之前發現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其實我們對人口蓋,大概就是像議員講的。 我們可能會把它鎖住,不會讓老百姓輕易的把它拿開,然後藉由這個系統來排除雨水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會加強去巡檢。 那雨水的部分,假設區域因為淹水、雨水系統不足的話,我們會繼續來,爭取經費來改善。 避免說兩個系統去做混用的一個情形。 所以說,我現在跟你建議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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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煎空給你固定, 那是在上油的,才有效的。你去旁邊那裡沒效,這裡下去也一樣。 第二點剛才跟你說的就是,雨水、下水道,比白日美鳳大白的這個, 應該你這個接管,或是這個水路,有一個問題,你要說他們改善。 你沒有改善,你一樣也是再下去了。 你說的都會有的,你知道嗎? 你就是,你要宜蘭市,宜蘭市的水, 宜蘭市的雨水、下水道,他們跟美鳳大白的時候,你怎麼下去? 這個高級的桃園要創好嗎? 目前,有時候的戰略比較不適合。 宜蘭市的雨水、下水道有一些瓶頸段,它是沒有接通, 不過它也藉由液鹽水跟流中的經費來做譯注, 那其實它也打通了好幾段。 那現在比較有問題,大概就是建業這一段, 就是縣政府的這一段,那這一段當然是流中金會比較高。 所以,雖然設計好了,不過我們會持續來爭取建設以上。 所以說,你這個打通在美鳳大白下去,大家都不會說。 我是英文說,我們的處長跟我們相關辦的這個, 可以趕快把它處理一下。 再來,這個小問題。 十三個大白,這個海天醫院後面那一段,跟順豪這段, 跟這個中校這段,我先注意到庫頂。 我記得,那一位教委前,有跟你們反應說, 裡面有一些草草,草草到什麼? 泡河的有嗎?水泡河的? 有幾段幾段在那裡。 人家傳頂翻臉的。 那是不是說,就這個寶,你們可以去穿一下嗎? 還是,這個,你現在,這個火山,明天早上,你去看看。 水泡河的嗎? 整座都給你看一下。 還有一條,就是這個,掌上民主,你知道嗎? 我說掌上民主,草草草的,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在做那個,起來有一個圓圓的嗎? 掌上民主,一九二三,這圓圓的有嗎? 那個有嗎? 那個白水稿是我們館還是水泡河的? 水泡河? 那水泡河的? 那條八角大白的那條? 來,你說一下來,那是誰館? 謝謝陳宇的關心,那一部分應該是我們的古庭牌水, 會到我們的十三谷大牌那個區塊。 那哪個罐? 那是農電白水水泡河的罐子。 剛剛我現在講到,你知道嗎? 在掌上,掌上,掌上上,有嗎? 跟掌上民主,這裡一條路前,你用達客? 對,一條路,一九二三這個起來, 那八角大白,那是哪個? 那個應該就是一六線跟一九二線交叉那個附近。 就是掌上,那邊那邊就在那條,那條白水不在大條? 對,那是那裡,人家吃香蕉也有嗎? 水泡河的那裡,那些古庭牌水,農田牌水。 農田牌水喔? 對,那這樣你也去那裡講一下, 在掌上民主,對面那裡有嗎? 學對面,那個,緩路那裡,那些,那些都賣下去了, 現在,如果河水就獨立了,水就不消, 這你才可以去看一下嗎? 看,順便去跟他們說一下, 現在他們的小廚店找我, 找我,說你們管政府管的, 到底哪管? 像這個保安,你當時要用什麼,我知道嗎? 大概明天,我會用明天就過去看, 這裡刷啦,這裡刷啦, 不要說今天你起了, 今天會就開到半年去了, 你去那裡注意一下,醫生。 謝謝,我們要先做五次, 好,來,繼續,陳孝領, 我們要做很多次了,謝謝。 主席,各位醫院同仁, 還有兩位處長,還有同仁,大家早安。 我先請教近視處, 南澳南牆都市計劃,現在進行怎麼樣? 現在很多村民想要蓋房子, 都沒有辦法蓋, 是不是你及早決定這個南澳都市計劃, 已經弄了二十幾年,到現在還沒有處理? 我想請教處長,現在進行的怎麼樣? 議長好,包括陳議員, 有關於南牆第三次通版檢討的部分, 之前有開過四次的專案小組, 在今年的三月開的時候, 那個議座也有到, 後續的部分, 已經有請郭亞公司退回去, 他們就做一些修正, 其中大概比較有跟民眾的意見, 有一點點不太有出入, 就是有一個水土保持特定區的位置, 民眾希望變更成住宅區的部分, 因為那個涉及到特定水土保持區的那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 他說還要再跟公所做一個協調, 看那個部分到底應該怎麼樣來做一個處理, 其他的部分大概都已經審定了, 以上報告。 關於水土保持區的, 我認為你也應該及早處理, 不要等公所, 你要主動跟公所協調, 怎麼處理,好不好? 請坐。 再來,請教處長, 交通規劃的問題, 曾經我也談過, 從頭城到樹澳, 有設立高價鐵路, 為了便利都會期, 南澳地區也有鐵路經過, 為什麼沒有設立高價鐵路? 謝謝翼座。 有關於南澳鐵路高價的部分, 之前我們鄉民也一直反映, 經過副縣長跟各單位長期的協調, 其實後來有關於平礁道的課題, 主要是運用公路立體高價的部分, 去銜接梳花蓋, 這個部分在106年也會來通車, 這個部分就可以解決掉整個, 因為鐵路沒有高價, 造成台九線跟鐵路之間的平礁道的課題, 106年應該在蘇澳到東澳段, 這一段通車的同時, 這個部分也會進行整體的通車。 以上,做報告。 好,請坐。 我認為鐵路高價, 請坐, 鐵路高價跟公路高價, 應該三線變形。 你不要期望只有公路高價, 往後塞車還是會塞到, 我希望能夠把鐵路高價也列入你們的計畫裡面, 可以不可以? 處長。 這個後續我們會再來跟中央來做後續的整體協調。 應該可以。 請坐。 這個鐵九線是不是你們處理的? 鐵九線跟第四區工程處, 你們是不是窗口是裡面? 鐵九線主要是第四區工程處。 對,窗口是不是是你們? 看是哪一個部分, 我們這邊會負責規劃的部分, 那有關有一些工程或者是養護的部分, 會由大陸主管機關直接來做對口這樣? 就是對口當然是你們, 建設處還是公公處? 應該是建設處嗎? 都有了, 都有一些相關。 公公處也在這邊。 請坐。 因為我們每天早上, 晚上開會, 會經過鐵九線。 尤其是晚上, 這個時候霧特別濃。 霧特別濃。 希望你們對口團委, 跟建議這個第四區工程處, 那個貓眼石, 因為燈光照的時候, 貓眼石才會看得到。 因為晚上那個霧很濃。 我經常開車, 都開得迷迷糊糊, 不曉得要開海邊還是開山邊, 應該是開中間。 希望能夠, 對口單位能夠跟建議, 第四區工程處, 把那個貓眼石趕快設置。 趕快設置。 然後再請教, 公車後車停, 最近台風來襲, 然後地區的後車停, 都有損壞。 有沒有去看過? 報告議員, 有關於這個, 因為後車停在南澳地區, 它有分幾個部分。 有一些是縣府失色的部分, 我們都有找人去看。 那有公所失色的部分, 他們如果有災損的部分, 可以報上來, 我們來可以做一個整體的處理。 那有關於縣政府的, 失色的一個部分, 基本上都已經這個修, 都已經台風的部分都已經修上完畢了。 為什麼分縣政府跟鄉公所? 主要是因為他當時失色是, 鄉公所的部分, 他比較有特色, 他因為依照這個圓民鄉的一個需要, 所以他在設計跟有一些部分, 當時的分工是, 例如說公所失色的部分, 又是由公所來, 主要是負責維護管理。 那如果有需要災後損害的一些, 這個工程的一個需要, 經費的部分, 我們這邊會來全力支持這樣。 我剛才講, 那個台灣的損壞, 希望縣政府跟鄉公所能夠趕快把它處理, 因為老百姓做公測, 尤其是這個時候下雨天, 比較不方便, 這樣可以嗎? 我們主動來跟公所這邊再做一個最後的聯繫。 好,請坐。 再來, 我有看到你們的工作報告, 禁勞卡, 是不是也是建設處, 禁勞卡的? 還是社會處? 禁勞卡是社會處發的。 社會處, 但是我工作報告裡面有看到禁勞卡。 禁勞卡主要是可以運用在公共運輸裡面, 它可以免費搭載我們的公共運輸。 我想請教你, 禁勞卡到外縣市可以不可以用? 基本上是可以用。 基本上是可以用。 對, 65歲, 因為這個可能... 我是不是請那個... 可以用就可以用。 跟議員報告, 禁勞卡在外縣市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嗎? 是。 好,請坐。 請坐。 處長, 我再請教這個公務處, 副縣長也揮抗了好幾次, 那個避後活動中心那一條排水系統, 好像我看的工作報告裡面沒有, 到現在進行了怎麼樣? 處長,你請說。 主席, 跟成員報告, 庇佑牌水, 我們最後就是... 副縣長也會看結論了, 這部分就是... 尋水保的系統去承報計畫, 然後最後由我們農業處的農工科來執行。 那農工科目前應該在把計畫 報到水保局那邊爭取經費以上。 公務處沒有關係。 我們做整體規劃以後, 然後交給那個... 農工科循著水保系統去爭取經費。 好,請坐。 我再請教, 這個縣道, 55線、57線, 我剛才也講過, 颱風、大移, 把所有的路面還有橋樑, 尤其是55線那個, 今夜1號橋、2號橋, 每次大颱風、大移的時候都會搖晃。 因為它水位過高會搖晃。 是不是可以再怎麼樣加強或是再弄一座新的? 你的看法是... 處理長的看法怎麼樣? 跟院員報告, 關於橋樑, 就是我們每年大家都會做檢測, 甚至說它的穩定性。 假設對於洪水衝擊的話, 它的震動會引起一些危險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會去做改善。 那兩座橋都二十幾年, 將近三十年, 每次水位高的時候都已經搖晃。 是不是要怎麼補牆, 或是新設立一個新的橋? 有沒有這個計畫? 我們每年的橋樑檢測都會提出, 假設這兩座橋, 它必須要去做修復, 我們會馬上去做修復。 那假設真的是達到它微橋的一個等級, 我們就會重建。 要等你微橋, 這都已經垮了。 還有剛才我講五十五線跟五十七線, 台風影響, 柏油路面是不是可以重新鋪? 昨天已經進去施工了, 那至於台風損害的部分, 當然就經過先搶修, 然後做天塌的部分, 我們會修復。 AC的部分昨天已經進去了。 好,請坐。 以上,剩下的時間, 我請林業先生來說。 謝謝陳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兩位局處長, 各位科長, 各位同仁大家早。 我想首先先請教我們那個陳處長, 議案是, 運動公園移動這個, 這個1.809.4公頃這個計畫, 目前, 因為這個承包商的一些工程, 延宕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怕算要重新招標是不是?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我看你的工作報告裡面說, 預計明年六月會完工, 但是現在進度好像是嚴重落後, 完成幾%? 完成多少? 50%? 你認為明年六月, 你有這個把握說, 會全部把它完工嗎? 因為時間就是金錢, 很多人都說有的, 想說要快點回來議案, 想要快點我們這個好料, 然後來起床。 所以我想在處, 我想請教我們的處長, 有辦法, 你有這個把握嗎? 你簡單說明一下。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這個案子我們目前在解約結算中, 那預計12月, 我們要重新發包。 順利的話, 應該在明年的八月, 會整體完成, 然後六月大概就是完工, 可是會經過整個驗收的階段, 啟用大概應該是會在八月以上。 我想, 這個公共議案, 是我們議案齊齊, 集中的議案, 都非常關心的。 我想在這裡麻煩我們的處長, 在這個工程, 在重新發包的時候, 這些進度有什麼進度, 麻煩你全部, 把這個資料, 書面報告寄給這個議案市集的社會議員, 好不好? 這非常重要, 這關鍵就是, 我們議案齊, 經濟進步的問題。 好,謝謝。 建設處處長, 因為這裡有幾個條, 因為時間有問題, 很簡單, 讓我們睡眠一下, 好不好? 第一條就是, 也是很重要, 依然是這個藍城之心, 這個更新計畫, 這檢討案, 目前這個進度如何? 因為, 現場一直在說, 議案市這個藍城之心, 藍城之心, 但是我覺得, 這個藍城之心的計畫, 對我們議案市的市民來說, 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什麼價位嘛, 你如果沒有推廣, 沒有宣導, 把我處理法而已, 完全都不知道, 甚至我們這個進度, 我也不知道, 還是這是目前目標的一個口號, 請你, 儘管你, 簡單說明一下, 藍城之心的部分, 之前是配合轉運站, 整個建設, 後來我們有修正相關的計畫, 依據明年三頁會, 進行相關的照商作業, 之前有照商過四次, 都沒有成功, 都留標? 對, 之前有人投標, 可是後來資格不符, 第三次的部分, 有人投標, 可是後來因為資格不符, 所以後來有重新再做招標這樣, 那你們是用, 是限制性投標還是? 他是地上權, 他是用地上權的方式來做開發的, 也是評選的, 那每年三月喔? 每年三月會進行招商, 重新招商, 重新招商, 是, 那好啦, 沒關係, 那我請處長, 把這個相關資料, 在縣長總執行之前, 談部分期, 是, 但是你要記, 我是第一節孫, 十八號後來拜五第一節孫, 要麻煩你一下, 沒問題, 第二點, 處長你請坐, 我們, 科長, 總科長, 交通科了嘛, 我想麻煩你喔, 跟我們, 近年度喔, 這個依然市區這個大型公車喔, 他們違規懲處的這個情形喔, 在這個, 把這個資料喔, 在縣長總執行之前, 航空本市, 好不好, 好, 我想要了解說, 到底我們管戶這個取利如何, 因為我覺得這違規非常非常的嚴重, 當時在家裡的時候, 本市有跟你建議說, 你靠一張, 靠五百千塊, 對他們來說, 不痛不癢, 他們還是造成違規, 你不要說造成, 真的出人命了, 出人命了, 不可收拾的情形, 你敢要縱罰, 嚴刑縱罰, 已經賣服了, 一條人命不是說, 這個來的的話, 用這個來的的話, 來做重點規劃, 你不能等出人命來處理了, 我跟你說過, 所以我要了解說, 你到底懲處情形如何, 有說, 建築大學, 我給你建議說, 是不是可以加重罰款, 還是什麼的, 會怕, 但是我不知道, 你們有聽不聽, 我想要了解一下, 在館長當時, 把這些資料, 違規情形, 含附本市, 再來就是建築管理科, 本市想要了解說, 我們這個建造執照, 今年度含編跟設計, 今年度我們的核發是380件, 使用執照也是含編跟設計, 105年到4月到9月, 是核發399件, 我想麻煩你, 把這三年裡面, 每年的建造, 總共核發幾件, 還有這個使用執照, 這三年裡面, 每年總共核發幾件, 在縣長總執行之前, 含附本市, 麻煩一下, 還有一個處長, 這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是每個議員都會關心的, 到底北宜直線鐵路, 就是台鐵南港至花蓮, 這個提速改善這個計劃, 我們到底清楚如何? 進度如何? 你覺得把我們說明一下嗎? 跟議員報告, 有關於北宜直線鐵路, 就是花蓮提速計劃的部分, 現在這個部分主要是中央做規劃, 現在那邊已經有選擇方案, 後續再做那個總規的部分, 總規如果完成了之後, 後面就會做工程設計, 可是因為他現在的方案, 其實基本上是繞到這個瑞芳, 然後再下來, 其實一直跟縣政府希望的一個直結方案, 是不太一樣, 其實, 我們的縣長跟我們的縣級立委, 有去政策嗎? 都有, 然後, 你們裡面有去參加? 市長有去參加嗎? 都有去參加, 然後, 我覺得民間,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也有組成這個所謂的促進會, 希望來做這個最直結的部分, 不過因為最直結的部分, 最主要是因為通過肥碎水庫集水區的情形,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跟環保之間的一些課題, 其實還需要大家來即時廣益, 這個部分大概現在中央應該在做整體規劃, 規劃完成之後, 他還要進行後續的環評, 所以會這個, 那就縣政府來講, 其實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以縣政府來講, 應該是以我們平原境內的潛度高價為主, 我們目前的話, 是在南港到大溪是不是? 是南港經過瑞芳到大溪? 到大溪, 目前我們館長這邊的館府, 不是不是, 這個是中央他們現在評估的方案, 當然不是有兩條讓我們選, 我們選一條啊, 那個是專業評估啦, 那縣政府一直是希望說, 可以在兼顧環保的情況之下, 應該最直結, 也就是南港直接到頭城, 這個是最直結, 這不進郭大溪? 是, 那這個方案有去進行嗎? 都有持續在跟中央溝通, 我們目標是用這一個方案嗎? 是, 是以這個方案來跟中央做溝通, 好, 那麻煩你也是一樣, 把這個進度還有這個預算, 目前規劃是差不多可以節省多少錢, 在現場總之行之下, 把這些進度還有這個相關的資料報告, 好, 回覆本集一下, 您請坐下, 好, 還有一條, 我們宜安縣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可行性的研究, 這個, 我們在宜安縣這邊是爭取全宜安縣, 全宜安縣, 全宜安縣, 原地好高架化這樣, 我不知道我們提這個重建為目標, 我們不知道我們這個建設處這邊目前這個進度如何, 請我們處長跟我們報告一下, 好, 跟議員報告, 這個鐵路高架的部分, 我們在104年的12月, 把這個整個可行性的部分送到中央來做審查, 中央在105年的3月, 有一些, 就是要我們做一些工程的修正的規劃的部分, 這個我們後續再進行做整體的考量, 因為有一些東西是還要跟台鐵局來做協商管理的空間等等, 這個部分我們修正完之後會衝到這個中央來做後面的副審, 那整個的高架的部分是從這個頭城一直到這個現在的已經東山高架的段回來做銜接, 那整體的費用大概需要將近500億左右相關的一個費用, 以上說爸爸, 到現在好像都沒有完成半條, 現在其實高架的部分有兩段了, 就是說宜蘭市的段, 宜蘭市段跟東山段其實是有部分已經高架, 那後續的部分因為整個工程的經費比較龐大, 而且要經過中央的核定, 所以我們還在持續爭取中。 市長,在爭取的這部分, 你還是要拜託縣長還是副縣長去跟立委這樣子說, 請他去交通部多為這一個來爭取一下預算是不是? 是你要拜託縣長還是說你可以直接去拜託立委, 直接就去啦, 其實縣長、副縣長還有我們這邊每次就是在拜會交通部長, 甚至於跟政務委員, 張景森政務委員的部分還有跟院長在做報告的時候都有提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都在全力爭取這樣子的樣子。 這很可悲,宜安憲民真的很可悲, 長照計劃也沒有拉入宜安憲, 重大投資案3400億也沒有拉入宜安憲, 我覺得這個我們管制人真的要驚討, 當然主政者跟你們是非常有重大的關係啦, 主政者的關係啦, 非常大, 你們這裡也要拜託, 我說對宜安憲民真的是公平。 好,謝謝林議員陳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楊舍牧楊議員。 主席議長, 兩位處長, 各位庫長, 我們的議員董事, 每個新鮮留宿, 大家早安, 我先來請教這個建設處, 我們這個議蘭教, 已經露遍了幾位醫生嘛, 現在進入規劃的階段, 現在這個規劃跟什麼政策, 主席議員會做這個順序嗎? 順序嗎? 順序嗎? 對,公務主席, 我先問這個, 謝謝楊議員的關心。 宜安喬目前已經在規劃, 上個月我們也開了整個規劃的一個審查的一個條件, 當然它受限於整個河川的水位跟兩邊的引道的住戶, 這個部分大概也提出了很多方案在討論當中, 我們大概下禮拜會再開一個基本設計一個會議, 我們也找了河川局跟水利署來做溝通, 希望在核防安全兼顧底下也把這座橋來整個改建, 然後來整個讓旁邊的住戶也不會影響, 然後對核防安全也安全, 那作為整個宜安市的整個進出門戶的一個標的的一個橋梁以上。 主席,我今天提見這個意思就是說, 吳湯跟水利署現主席做的溝通, 防新道路旁邊的擋土牆, 要持續的進展, 不讓地坑的人知道, 或是我們所有的住戶, 附近的住戶知道, 做了以後再再來蓋,再再來切, 老民傷財,時間也長去,也料很多錢。 我現在要知道,我們宜蘭教, 聽剛才處長說的是重建, 聽重建的意思就是, 把所有橋墾都拿掉了, 不是修改而已。 所以說這點, 也是比較複合現代時的天后影響, 因為那個橋墾非常桌, 還有粗,阻礙水流, 所以說可以做比較現代法的橋墊。 如果是說有做這個, 如果方方的引導, 如果要方便八成, 來承認和人員的行走, 應該不能提高精管。 最初步的計劃是說, 要把兩邊的基礎, 提高百八公分比人更高。 在北邊一定要引導, 要做到大閉路, 如果南邊這一邊, 可能要再到兩邊會這一邊來。 所以說這種, 兩邊的住戶, 完全是不輕的啦。 如果我們有關單位, 在做差不多三四百回看過, 應該在差不多五十公分, 提高五十公分之內, 這個引導, 就消掉了。 希望做一個比較現代法, 比較有美觀, 尤其旁邊是, 河邊江湖嘛。 所以我們這個京城一定, 要配合這個地方, 一後這個宜蘭湖, 做一些威樂設施, 或是景觀, 尤其是宜蘭湖, 進來宜蘭湖, 最重要的問候, 希望這個, 也可以做到, 後來宜蘭湖的一個地標。 世界很多的牛牛在做, 非常漂亮很多, 以我們台灣的技術, 或是這個, 價位應該都有發動, 希望這個牛牛, 環境價位, 外婆的價位之後, 要讓地方的技術, 知道, 不可能像崇濤復測, 像水里蘇做的那樣, 再來同時間, 還要了解, 還是不好, 直接做一個建議, 再來, 我這兩天接著一張, 宜蘭市新生地區, 西部計劃調查, 你一定西部計劃, 接著這張才知道的, 這個價位, 本來以保留的用地, 是甚麼? 保留, 我們保留, 這個, 我們的, 接受, 接受處。 好, 有關於這個部分是, 之前在新生地區有一個保留, 是住宅區, 不過它有一些開發的限制, 所以那個部分要來做一個整體的解決, 因為現在的都市規劃就是, 希望在規劃之前, 先了解民眾的意見,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就是, 在要不整個之前, 先跟民眾來做一個座談, 了解民眾的這個意見, 我們也提供一些專業的服務, 的諮詢, 知道它的權利義務是怎樣的, 所以在這個, 希望在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的部分, 先跟民眾做一個座談。 那個地方, 低派地區, 白水也沒有說太好, 太好啦, 曾經很多風太大水的時候, 都會陰到, 所以說, 之前也要聽到有消息說, 要把它遷掉, 不適合居住啦, 當然, 如果要把它的地基改變, 居住也應該是沒問題啦, 本來要了解說, 那些地方, 也有居住人地, 還有什麼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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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用地, 這個, 國有第三地, 是不是也有, 水利地, 對, 其實裡面, 國有地, 其實是不利多啦, 有一些, 其實民眾居住在上面, 所以會有一些, 產權的情形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是說, 透過這個部分, 透過我們的整體的調查, 把這些所有的資料, 建立得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有一些, 就是國有地, 有被民眾使用, 這個部分到底的權利移屋專機怎麼樣, 我們也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研究案, 跟民眾的訴求, 我們來做整個, 來討論, 醫療化, 我們要怎麼來處理, 這個土地, 還有民眾居住的一個, 安全的問題, 來做一併的解決。 主席, 我了解, 我今天, 照理這張醫療, 大家都不知道啦, 所以說, 你如果通知, 我十三期那時候,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今天就給你做一個, 粗博的了解啦, 有, 再來, 這個處長, 我要請教你, 主政政議長, 他就住了新生地區, 這幾年來, 都聽了很多聲音, 議員做幾次, 議長也做幾次, 在新生區, 在城鄉, 來看, 是一個最濃的地方, 我們要去宜蘭市, 在北京堂, 和美洲堂, 要做過通盤檢討嗎, 還是發展都市, 西部計劃, 什麼都要做過嗎? 包揚玉, 有關於北京地區, 近前有一個, 也是硝新的, 這個勢力重劃的部分, 大概就有做一個整體檢討, 然後, 在這個部分, 就是新生跟北京地區裡面, 因為在宜蘭河以北, 所以, 基本上在交通的系統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整體性的規劃, 希望從宜蘭A, 聯絡到, 現在已經到外環道, 就是以這個部分, 然後希望, 未來配合整個鐵路高架, 會直接進行整個穿越的部分, 會回到我們的四中六橫裡面, 其中的一條, 可以銜接到我們的中山路, 整體的規劃, 會從交通的建設, 還有都市, 有一些公共設置保留地, 還沒有被徵收的部分, 做一個整體的想像, 因為這個部分的開通的部分, 可能主要是要配合這個鐵路高架, 因為如果現在沒有的話, 還要跨越鐵路, 會有一些工程上, 技術上的一些課題, 所以, 基本上在這裡面, 會有這樣的想像, 然後, 剛才除了北京之外, 就是北京之外, 就是新生地區, 這是另外一塊, 所以我們也會做一個整體的想法, 來這種地方的發展。 市長, 市長,你剛才說去, 阿聯絡島本社, 在醫師聽說過幾次了, 但是, 地方的聲音很大, 這個高架鐵路要不要做真正, 是不是可以在環市道路, 跟這個大坡路中間, 這段相思綜, 鐵魚路高架, 鋼鐵路高架, 這段暫時請下降, 我們鐵路高架, 它有我們的連結, 所謂這個, 台北下來, 宜蘭市, 龍潭, 伊山, 這個高湯, 因為龍潭那裡, 現在憲主席, 伊蘭地區, 以及觀光工廠, 非常多, 人潮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應該在這段, 想辦法, 正出, 中央, 讓我們經費, 趕快把這個阿聯絡島, 成為, 環市道路, 和這個龍, 要王龍潭這個大筆, 成事做這樣, 希望, 對這個城鄉發展均衡, 希望你考慮, 北京大跟美酒大, 可以讓我們考慮, 在通盤檢討的時候, 一併考量, 來我們提出檢討, 最近的檢討是當時, 最近的通盤檢討, 宜蘭市, 第二次通盤檢討, 應該是在92年, 那現在他們公所在做第三次通盤檢討, 這個部分我們會請公所納入整體的檢討, 謝謝, 剛才我們地方, 不要, 為了宜蘭後, 嫁開以後, 那邊, 是一個很濃厚的地方, 在這裡以上, 幫你報告, 等一下, 等一下, 各位委員政府, 工務處, 工務處, 我要請教, 污水處理, 現在宜蘭市, 不是我這樣, 走著走著看, 他們都檢討了, 是怎樣? 看楊宜蘭報告, 沒有停止啦, 現在都是持續在做啦, 那, 像剛才張前議長也提到就是說, 之前一些障礙戶, 我們都持續在溝通, 所以, 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解決了很多以前不願意做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陸續在推廠, 但是議員官已經完成差不多百萬一位? 五十七, 五十七, 對,五十七, 聽你說不是說, 兩年來要做, 裝俗, 要做什麼? 要做一百一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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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但是你剛才說的, 我都客氣, 漸漸都給你客氣, 不過已經, 當你們做的也有很多, 譬如說, 議員工, 議員工二段, 台後路一段二段, 那些主婦, 跟我們隔壁新生夫婦十二號, 我曾經在這裡說幾個禮拜, 我跟水里會跟他們沒辦法對話, 我們國長也說他要聯絡, 但是也沒聽消息, 我們隔壁那十二號接到門口, 但是主婦沒辦法銜接, 水里會, 水里會, 他們的基地面積旁邊有一米, 他們的排水稿後, 還有一米, 有一米湯, 那湯要用, 我們是不是跟他們交通好使, 不用為他裡面兩一米, 那一塊湯要做, 那就會好事了, 但是, 水里會, 所以, 他就沒辦法, 他把我搭給我, 我去找三百, 那麽你現場會看, 他都跟我說, 那不可以讓我們用, 那些地方沒有利用的價錢, 因為現在都整幾個仗在那裡, 是不是這種, 是不是我們做福祥鄉民, 應該是不是我們主黨和水里會, 來交通好使, 那可以做的, 要做, 我剛才說的, 他都二斷, 台北一斷二斷, 還在杜拜那裡, 跟我們拜託說, 夏天休息的時候, 是生理比較好, 不要做, 我現在已經跟我們副長說, 可以做了, 可能還沒做, 尤其是新生地苦, 去打這個, 數字這麼多, 這個這個, 離社, 離館的, 臨力非常多, 這個污水要優先處理才好, 好, 議長在這裏做, 這裏做給您建議, 希望, 可以盡速來完成, 議長, 謝謝, 好, 謝謝楊議員, 那我們接下來請, 張邱銘, 張議員, 議長, 兩位處長, 各位副長, 各位董人, 各位議員, 各位議員的朋友, 大家的早安, 我先請教, 剛才說, 有污水處理, 在上面, 報告上面, 我看起來, 跟我說, 宜蘭跟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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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現在進度有什麼? 跟張元報告, 宜蘭系統大概是57點多, 南羅東大概是55點多, 不管五十七, 五十五啦, 一本色所在, 路東也包括, 我們都市街上來拿去, 但是, 也不一定說, 這就真的沒辦法做, 我的感覺, 我們要就是, 受這裏, 保障, 他感覺說, 欸, 這裏這裏給我一盒, 我就, 慢慢來就好, 啊, 如果拍做的, 慢慢來就好, 比較好做, 先來做, 這當然, 我也, 不會去工作, 他不對, 中學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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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的時候, 是一個改動性的玩性, 對著經貸不知道有幫助, 如果不吃, 這裡割來, 那割來, 要這樣, 你會得到什麼好結果, 這裡也接不下去, 那也接不下去, 甚至說, 買的好了, 頭不好, 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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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去, 讓污水, 可以順強去流到, 我們的污水處理中, 這應該, 這裏, 這裏, 要促進完, 要用心啦, 不是說, 啊, 我們要跟我們講一下, 就感覺說, 好好好, 好就沒那麼好, 事實, 你沒有真正去錄室, 沒有真正去緊槌的時候, 大家就是, 大哈哈嘛, 不怪, 剛才, 郵議員你講, 好像停下來了, 好慘像我們現在就, 停工中一樣, 這這樣說起來, 是不好的啦, 天, 是不是在這邊, 我們如果想說, 可以做的天後, 檢索來完成, 當然, 到沒辦法的時候, 不管是經濟也好, 或是發展也好, 總是米以後的手段, 才可以國通的部分, 我願意, 整個家裡可以, 盡量利用, 地方的手段, 大家來收窍, 盡速, 來將汙水, 這個工作來做到, 最經和最完全, 我再來, 請教, 現在, 煮來水的普及路, 雖然看起來, 有幾泊, 九十泊, 差不多九十三泊, 九十三泊, 好, 九十三泊就是, 後面還要, 七泊, 還要去那裡, 掉到七個月, 如果沒辦法, 真正六十, 每個月都有煮來水庫用, 這對著, 我們館民的健康也好, 這就是, 他們, 真正說, 修想是一個館民, 雖然, 他, 當時, 沒有載到, 你讓他, 心清自來水, 目前, 我感覺, 要是, 請你們, 一定要把副度, 趁速來完成, 如果要說, 比來比去, 比到尾, 那邊出三五泊, 那邊出十泊, 都沒辦法做嘛, 要怎麼去評比, 應該, 你們在, 當用老金, 太真, 辦法, 也要到三天, 來把他們, 共同來出生, 讓他們有水庫用, 這樣才是對的啦, 最近你也知道, 你也有幫忙, 有對的, 一個路面, 挖下去, 這些機子說而已, 然後, 要做什麼, 做四米看, 全府, 都要收錢, 你看看, 這個人, 怎麼沒有自來水, 要經燃, 配合看來, 抹下去, 一個開開那些, 所有管民, 欠水的人, 你看看, 穿好他們看, 我感覺, 你有去用心嗎, 有幫忙, 在, 相關的會議政官, 想辦法, 要將這個, 解釋得更好, 不是說, 你給我看一看, 把它拋除了, 落, 分共, 或是一應支共, 結果, 你把它創四米, 這樣實在說起來, 對我們管民, 很不公道,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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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後面, 收穫的, 這個工具, 很快, 來做完成, 這個, 拜託啦, 我不知道, 現在, 骨療K, 的法保證, 有什麼, 骨療K, 因為它整個, 施作長度, 還有它, 重建起來, 量比較多, 還要低一年, 我們的住戶兵, 單價確實也比較偏低, 所以它流標了很多次, 我們目前大概就是先分標來因應, 昨天水利署的副署長也有來, 我有跟他反應這件事情, 他也答應說, 大概再依注我們三千萬的經費, 來補足這個不足的部分, 我們會盡快來承報到水利署那邊來核定, 希望說能趕快來做發報的一個動作, 這樣就要還有半年來啦, 不用它這個, 這個月底他會有一個大會, 有一個機會來審這個預算, 這樣說啦, 當時要落地, 沒人知道啦, 天光也不知道跟你說, 當時要落地了啦, 我感覺, 有這個機會啊, 要緊反應屬性, 要請日本也好, 館長也好, 甚至一通電話, 或是人家嚇到那裡去, 拜託, 只要不趕做起來, 事實發生問題是, 大家都不知道要去探訪啦, 這是很重要的, 林寶春, 白水的糾年嘛, 那是法罷好嗎? 好了, 村長你請問, 我請科長說就好了, 感謝張議員, 對林寶春橋樑這個案子的關心, 這個案子大概已經完整發包了, 大概也在上個月已經開工了, 這樣說啦, 我們在開工的時候, 他們那些糾年, 旁邊的道路都不是很大, 除了, 我們的合上路, 如果三道路的部門, 有幾條糾年, 實在說, 對地方的出域, 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我望你們, 在西港的時候, 不要整個大城的做一個時間, 應該是分大城, 分大城, 要來做時間, 讓我們的鄉親在出域的時候, 才有辦法說, 比較順暢, 不要說, 人家突然起來, 要一個幕幕那麼久, 尤其這樓下廳, 出域, 出域, 人也難出域, 我望你能夠, 特別的下去, 還有, 還要記得啦, 喝完, 後天要做調水站的時候, 旁邊那些, 在這面, 也要特別注意啦, 看起來, 他目前, 還沒有在調, 稍後再說, 就是說, 我們的調水站的問題, 不然就很陌生, 你如果說, 給我調水出來, 我也很溜溜啦, 這邊, 跟我們的, 林波村的調水都一樣啦, 我望在這個四天鄉, 可以很熟啦, 可以很熟, 後來你請坐啦, 啊, 旁邊, 那天, 你跟我通電話說到, 我們的, 清水大塊的問題, 改建問題啦, 啊, 前, 本席, 跟我們五月, 選出的, 文釋邱議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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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 我們, 鄉親, 山陽庭鄉親, 所聯書的, 建議書, 建議書啦, 我, 想說, 清水大塊的問題, 已經三四十年了, 應該是改建的時尊了, 啊, 改建的, 建議來之外, 我也想想, 可以做一個, 大型的調水站, 如果這樣, 所有, 給水者的鄉庭, 路東五月, 東山, 都有, 發動, 純索, 將水給它調調, 淹水的時庭, 減少, 尊給你英文, 還要他管, 啊, 自本色, 你做鄉庭, 就建言, 當時, 告訴我, 是天方夜譚, 好, 結果呢, 九十八年的, 八馬風太, 九十九年的, 美肌風太, 和一百二年的風太, 不是, 淹水就是議題, 這些部分, 我要聽聽, 處長, 你的高見, 目前, 你們的想法, 甚至, 不然是,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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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這樣, 丹角, 真正說, 大水來了, 啊, 啊, 對著, 人民的省和財政, 發生, 威脅的時候, 你們才要來, 拿麥塞, 我告訴你, 如果這樣, 真正在這點, 你, 謝謝, 謝謝張議員的關心, 清水到咱們, 五十幾年了, 不只二三十年了, 就本身, 混凝土結構安全, 它已經達到年限了, 雖然說, 我們每年有去做, 結構的檢修, 也去做修復, 然後, 咱們版, 因為那個可以更換的, 可是結構體沒辦法更換, 所以, 昨天, 副署長來, 我也特別跟他提這件事情, 他本身原本規劃, 就已經建立要重建了, 只是說, 礙於他經費太龐大了, 可能要十幾億, 所以, 這一次的流中, 沒辦法納進去, 當然, 我們或知說, 後續應該有, 擴大內需或是流中的延續, 那它是一個機會, 我們一定會爭取大閘門來改建, 因為這是整個結構的安全, 從設計到施工, 起碼都要三四年以上的時間, 這個時間, 沒辦法預期說,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剛才張議員提到就是說, 能不能在旁邊設一個, 比較大型的抽水站, 來抽東山河的水, 那從這幾年, 當然不是, 不只剛才議員提的那幾個颱風, 從去年, 今年的颱風來看, 整個颱風的大潮, 加上整個暴雨, 那確實也讓外海的水位, 侵入到我們東山河的水位, 那也加上整個東山河, 在整治的過程當中, 它增加很多抽水站, 它還把內水, 再及時抽到東山河, 所以其實東山河本身的負荷, 已經不像以前, 它自然重力流進來的狀況, 那變成說, 這個東西我會重啟一個規劃檢討, 就是去檢討原本九十幾年, 核定的整個治理的行為, 這個行為會不會加上, 整個氣候極端的因素影響, 這個行為需不需要在下游端, 再設一個比較大型的抽水站, 來協助本身東山河, 它本身核體裡面的水的一個排除, 這樣子就可以去解決, 剛才議員的一個建議, 以上, 好啦, 這樣說啦, 其實, 大小的毛衣, 不是高的白棠山河裡面的水而已, 甚至外面的水也都不進來, 為什麼不進來? 因為大樓的時候, 你毛衣關起來, 關起來不是海水道管, 是自己堵死自己, 如果像八毛的時候, 大家也知道, 十月初五開始落後, 這是八樓, 山上, 九月底就落了, 已經落十天了, 客水都很大了, 本身水還大的時候, 我剛才大樓, 隔絲起來, 這樣就是, 但是, 我不想啦, 你現在說這些事情, 可以好好進去建設, 不是說每一次, 六月一百的, 我們再到達的時候, 同樣在這裡, 我也不希望, 像陳丁青, 局長, 當時, 我如果說到, 李徹, 同樣負責的污水問題, 污水處理中, 幾年都不跟他做的時候, 到我避免啦, 我想說, 我們兩個, 好好來做這個事情, 大家做什麼, 來這裡做啦, 我來請教建設處, 館長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抱負, 說什麼, 老人要經常, 我們要照顧老人, 我請問, 我們的, 台球山, 是我們, 宜蘭關的交通大動物, 在南方後, 開到頭上, 台灣, 開車開運公司, 一直在走, 還要請教, 現在的路山, 現在怎麼走, 多久有一幫車? 好, 謝謝張議員, 有關於台九線的部分, 現在平日的部分, 1766, 編號叫1766, 第一, 頭上, 一直到六號了, 我的計算沒用, 我的計算沒用, 所以他的部分, 在這個尖峰時間, 大概是15分鐘一般, 在離峰時間, 可能要將近一個小時, 這個是平常的時間, 那假日的部分, 因為我們從104年, 這個血稅塞車以後, 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在假日的部分, 其實, 縣政府有跟中央爭取相關的費用, 就是所謂的, 把1766的部分變成紅線, 把它拆成兩條, 一條是從這個, 烏石港到羅東, 一條是從宜蘭到南方澳, 拆成兩條之後, 這樣子的營運費用, 在尖峰時間, 我們是用15分鐘就一般, 那尖峰時間其實, 整天, 一條路線的班次, 就有67班左右的班次, 其實是非常的密集, 那以現在來講, 這樣子, 禮拜六禮拜天, 相關的這個運量, 慢慢的都在提升, 那我們再講說, 如果慢慢的, 因為我們現在想要做這個, 宜蘭縣公車的整體的整併,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宜蘭館以前宜星客運, 倒掉之後, 其實是從公路總局, 公路的部分去做銜接, 慢慢的, 我們希望把它, 納到我們四驅公車來做營運, 那未來, 我們第一階段, 希望把這個1766這條路線, 配我們線性城市的發展, 來做一個整體的移撥, 移撥完了之後, 我們會用紅綠線來, 來做整體性的一個規劃, 紅綠線的部分, 尖峰時間就在15分鐘一半, 我剛才說的是幾分鐘, 你現在給我補我這麼少, 還有時間, 我沒有用紅綠給你補得好, 我這樣說得簡單, 在南方後到前, 以前都經過國兄弟的心臟, 現在都知道, 早就卡牆牆牆牆牆, 你有感覺嗎? 早就卡牆牆牆牆牆牆了, 早就路動在中山公園, 早就有一個站, 在, 破壞性沒有旁有一個站, 日外處理都在那裡, 那些老大人, 要去看一個醫生, 要去路動牆牆牆, 走走走, 不才有一個儀口, 你剛才說, 離航時間, 一點鐘一班, 比路動上公所, 當初行公所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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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老大人, 那些, 那些老大人,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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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車, 交通亂了之後, 這條, 你如果不解決, 這老大人, 貨更大也要坐, 後面, 實在, 沒辦法, 開車那一台, 就老車也要拿出來, 沒辦法去看一個醫生, 沒辦法去買一個菜, 可憐啦, 還要更用心, 我常常處理你很用心, 但是, 還要更用心, 這些事情, 如果不記得他改割, 實在說起來, 路線, 電線還有路, 不可以說, 離市区, 身份啦, 像車的地方, 路車的地方, 都要是在, 真正, 每一個鄉人的, 心中地帶, 便宜也好, 還要是說, 公費便宜也好, 讓這些人, 在那裡, 可以, 比較好利用啦, 這是很重要的啦, 也要拜託, 主長啦, 我記得啦, 在本省第一次, 做行政的時候, 民國九十通年的時候, 做這, 一台, 免得這麼百八十, 第二台, 我第二次要入, 後來, 該換做議員的戰爭, 一年, 我怎麼再來一台, 現在兩台都在走, 像這樣, 對當初, 要是不夠的啦, 我願望, 主長喔, 你尽力, 還要到三天, 像這種的, 爹大的, 鄉人的, 接著要拍拖啦, 再來, 你請坐好, 現在後面都我說, 出兩分而已, 你不用再說, 再來, 我們像, 我們的專門站, 目前路東, 你也要開始對我, 來做, 整個設計, 你知道嗎, 路東, 警察, 單位, 如果去那裡, 不等開床最好, 去路東, 後來的那裡, 喔, 這來的就開下去, 兩點鐘開一次啦, 一次六百, 啊, 十點鐘, 去台北, 公園, 十點鐘, 如果他開五百, 三千, 三千比坐那兩千比較多, 所以, 總之要想, 無關台時, 專門站, 旁邊那裡也好, 你如果說, 一個公帝不夠, 你應該去, 鼓勵, 輸人的, 來去設, 公設, 停車場嘛, 人不是說, 沒有要, 花錢來停車場, 我們都沒有嘛, 都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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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也一定要用心, 尽力, 在這次, 整個月裡面, 除了這個, 專門站, 輻射線, 對著這些鄉定, 集金鄉定, 接著, 要用心之外, 停車的部分, 你也要再到三天, 最好事啦, 如果這些事情, 最好事, 你外面所謂, 在山鐵路, 鐵路高架, 這裡是說, 支付公路, 那個, 第二山, 要來, 加強下去, 做運營, 來說, 這裡的人, 都一個, 顧得漂亮啊, 是不是這樣, 從裡面, 逼外面的, 要撐出的, 還要更緊急啦, 那上面, 台北跟延伸線, 打馬要貼在裡面, 你應該也要快點, 討過三個關鍵, 也要快點去撐出, 不能再放下去了啦, 那是本色, 你做, 鄉定有一點, 我才議員做了六年了, 待會你把它放到, 人生沒幾個兩年, 沒幾個兩年咧, 當初最多的, 一百十一歲, 也只有二十個兩年而已, 對嗎, 二十個兩年而已, 還有多少, 所以說, 拜託啦, 這位, 剛才本社所說的, 拜託你們, 很速, 來促成, 讓我們議員觀, 真正, 心中用, 身體用, 照我代表批評啦, 謝謝啊, 好, 謝謝, 中秋明議員, 感謝佛工大學的, 學生來參訪, 歡迎, 好,來繼續請, 陳敬禹, 陳議員, 感謝, 我們主席, 我們兩位處長, 各位主管, 各位董事, 各位聯合人,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在這裡, 我先來請教, 我們建設處, 我們國道五號, 首創全台第一個紅綠燈, 在國速公路上, 來熄紅綠燈, 到底, 有沒有, 有效可以來, 這個, 減少這個, 塞車的情形, 請處長, 你簡單說明一下, 謝謝陳議員, 有關於, 國道五號, 這個, 有設置這個, 大客車專用紅綠, 這個紅綠燈的部分, 這是全國首創, 那, 依照這個, 相關的資訊顯示, 這個, 專用道, 弄完了之後, 其實, 因為國道, 的部分, 在這樣專用道的情況之下, 國道客運, 大概可以, 節省30分鐘以上的時間, 可以到達台北, 所以, 在推動大眾運輸上來講, 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 它也造成了, 小客車就會變得, 相對的比較不便, 可是, 因為在, 整個, 推動大眾運輸裡面來講, 是一個, 朝這個政策的方向, 來做一個, 推動跟執行, 好, 謝謝處長, 其實我覺得是, 治標不治本啦, 而且, 在國道, 上頭來, 熄紅線上, 有時候, 假日的時候, 你去看, 後面, 搭車搭到網民去, 所以, 在這部分, 我是希望, 建設處這邊, 可以跟高中, 高中部那邊去研究看看, 其實, 現在, 整線裡面, 車數, 並沒有一致性, 甚至, 這個車數, 可以來調整, 調給一致性去, 讓, 這個家屬人, 在開車的時候, 不會有那種, 內心的恐慌, 像說, 怕, 我現在這個日子, 可能80, 南米到那90, 會在那頓, 想說, 這個速度的問題, 你如果, 一致性去, 反衝的時間, 又一樣, 我相信, 家屬人在開車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去分心, 可以速度一致, 來往前開, 我相信, 對這個塞車, 也是多少, 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 這部份, 我是請建設處, 可以向上反應, 不要, 用這個紅塵頂, 你去看, 架這個時候, 是, 回渡到, 我們, 留留到, 要跟宜蘭交流到這邊, 造成, 民眾要北上, 是非常不方便的, 請建設處, 再, 向上反應, 再來, 我們來跟交流到後, 是不是有可能, 來設立, 這個, 休息轉運站, 讓一些, 在台北, 或是在外觀市, 來的車輪, 來到那裡, 到交流到, 可以在交流到那裡, 接我們的, 進行行, 或是什麼公車, 來在我們市區, 來鐵頭, 我相信這樣, 也可以減少, 在外觀市, 來的車輪, 在我們, 阿宜蘭館來, 造成我們館來, 這個, 市道, 打車的健康, 這部份, 主長, 你的看法是怎樣? 謝謝陳議員, 其實我們, 整個縣政府, 在轉運站的設置, 其實是有五個轉運站的設置, 從頭城, 郊西, 宜蘭, 羅東, 蘇澳, 都有, 這個轉運站, 基本上, 剛才, 前期長也有說過, 主要是要跟, 這個, 揮車站做整個共構, 因為這個, 才有真正所謂的公路轉, 這個鐵路, 或者鐵路, 做鐵路, 來轉一些公路的, 一個運輸的部分, 剛才我們說的就是, 休息站的部分, 休息站的部分, 以現在來講, 蘇澳, 新馬地區, 其實, 在國武, 在交通規劃的時候, 其實在新馬那個地方, 有一個休息站, 他本來就整個在那裡, 那個部分, 在106年, 配合蘇澳改通車, 它會有第一階段的開通, 到107年左右, 會建設相關的一個部分, 變成是一個, 整個高速公路的, 主要的一個休息站的部分, 至於說, 在這個平原的地區, 可不可以要設一個休息站, 這個部分可能, 因為它涉及到土地的變更, 這個部分可能, 因為在一些法令上, 因為是特定農業區, 可不可以變更的部分, 還要跟中央來做一個, 最後的確認, 這個部分我們最近會發文, 跟中央來做一個確定, 在土地變更上, 到底是可不可行, 還有其他相關的部分, 那休息站的部分, 剛才講的就是, 就是在國五, 在規劃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規劃, 在蘇澳的部分, 是有一個休息站, 以上報告。 好,感謝處長, 因為沒有啦, 我們的這個進行, 其實目前已經非常鮮惜了, 在我們館來的, 在服務在走, 這個, 不管是這個路線, 還是說在這個辦處方面, 我相信都可以滿足, 外縣市要來我們宜蘭鐵頭, 這個遊客, 他如果來搭乘這個進行行, 或是我們的觀光的, 指定的班車, 我相信說, 對他們的車輪, 不要讓他們入账, 直接在高速公路, 下來之後, 我們來設一個休息站, 讓車輪留在那裡, 甚至未來那裡, 幫我們推電作是我們宜蘭, 這個農特產品, 的一個物流中心, 讓這些, 外縣市的車輪在那裡, 休息, 坐我們的車來宜蘭鐵頭, 鐵頭之後, 一樣, 再把它載回那裡, 再讓他們, 像高速公路的東北上去, 我相信這樣, 應該是有效, 能夠來管控, 車輛進入宜蘭線內, 所有的巷道, 減少到我們市區裡面, 車輪的健康, 所以請, 我們處長這邊, 跟我們上官單位, 可以來做一個研究, 那, 一樣是向上爭取, 變更土地也好, 還是什麼方式, 我認為那是時間的問題, 只要我們想要做, 我認為說, 都有機會, 所以拜託處長, 這部份才會更用心, 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 陽明醫院, 南洋院區, 其實他現在周遭, 要變成, 我們, 整個這個, 生醫產業園區, 這已經差不多都, 在進行了, 未來, 我們這個, 中央政府已經, 學長的經費, 要讓我們, 升級做, 醫學中心, 這都沒有問題, 現在目前, 我們, 宜蘭專用站, 旁邊也在整個這個, 要開發做, 健康休閒產業園區, 我想要聽說, 我們, 沉香計畫科, 我們的科長, 你對這方面, 你認為說, 這個目前, 我們整個的進度, 在台灣, 好,大會主席, 議長, 還有, 感謝我們, 陳議員的, 那個, 質詢, 那這個, 健康休閒專用區, 在民國九四年, 就是, 為中央, 開始, 推動, 跟我們, 管政府來配合, 還有, 幾年年代, 來政部, 都議會政事來通過, 所以, 這對我們, 整個後, 插頭的這個, 整個開發, 是真有幫助, 所以, 我們, 福來, 包括, 建設處, 財政處, 簽隊, 退府會, 這個土地, 和他們, 協調, 如何, 加速來做開發, 管政府也會來, 做推動, 希望, 以後, 替我高級, 可以把前後站, 做一個, 串聯, 議長報告, 就這樣而已, 我是認為, 我們整個, 可以更加深色, 因為, 未來, 我們這個, 洋漁的這個, 生意產業園區, 如果, 確定, 六十後, 我相信, 我們的這個, 健康休閒產業園區, 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 加分, 化榮點真, 我們未來, 整個後天, 結合到, 我們洋漁的那邊, 我希望, 那是一個, 我們宜蘭關, 未來, 最亮的一個, 新的, 地標, 所以這部份, 真的說, 我們建設處, 跟我們, 城鄉計畫科這邊, 可能, 還要更, 用心的這個幾位, 希望這個幾位, 可以很完全, 來結合, 洋漁未來的, 這個, 生意園區, 讓他們, 很順利, 很完整, 來做一個, 開發, 再來, 就是, 我要請教, 我們處長, 齁, 接對著, 藝山鄉的, 整體, 交通, 忙碌的幾位, 處長, 你可以大家, 做一個, 說明一下, 接對著, 市區, 這部份, 還有, 整體, 整個藝山, 藝山鄉, 現在目前, 剛好, 嚴重, 是不是可以請, 處長, 你做一個, 大家來, 說明一下, 好, 議長, 陳議員, 有關於, 圓山地區, 我們經過, 我們的交通調查, 其實, 主要是在教, 我們的, 這個, 台七線的部份, 其實是, 一個比較大的瓶頸, 這個瓶頸主要, 來自兩個地方, 第一個部份, 來自於, 從, 宜蘭市過來, 到南風路路口, 它是, 本來是, 四線道, 到了裡面之後, 差成兩線道, 剛好, 剛好, 所以, 那個部份,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 第二個部份, 在那個地方的規劃裡面, 因為路寬的一個問題, 加上停車的沒有管理, 所以那個部分, 縮成兩線道之後, 整體的, 跟停車之間的一個關係, 會產生一個比較大的課題, 所以, 我們在現在的規劃裡面, 是想要跟周邊的這個, 現在還有很多商家, 在營業的部分, 大概, 從兩個方向來講, 第一個部分, 從停車有序來講, 是不是, 運用停車格的畫設, 跟這個部分, 讓這個停車比較有序, 不要有雙排停車, 或其他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部分是說, 其實在整體規劃上來講, 應該是, 台積線的部分, 盡量不要路邊停車, 我們在比較內部的地方, 做一些路外停車的一個規劃, 跟一個執行, 也同時鼓勵民眾, 來做一個停車的一個規劃, 把這個道路的路權, 讓給交通的部分, 把本來的兩線道, 如果可以拓產成四線道, 這個部分在交通的部分, 就會比較會整體性的疏解, 這是在短期的部分, 長期的部分, 其實應該配合宜蘭V聯絡道的一個開闢, 現在已經到了近視路, 繼續往西延伸的部分, 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延伸, 直接延伸到台積線, 把一些過進性的車流, 要去太平山, 或者其他的過進性的車流, 不是經過到這裡面來的部分, 做一個外圍的導引, 這樣子的部分, 是在長期的計畫裡面, 才有辦法紓解台積線擁塞的問題, 另外有一個部分, 是在於說, 同灣公園進駐之後, 其實相關的工程規劃, 也在議員的支持下, 我們今年有編列相關的預算, 做一個整體性的規劃, 規劃現在已經大概到其中, 有一些成果, 接下來我們會跟原山的兩位議員, 做一個比較深入的報告, 然後也讓一座, 還有我們所有的鄉親, 了解整體的規劃。 感謝處長。 處長, 在原山市區增設停車場的, 原山市區道路兩側, 找尋公有土地, 來增設停車場的可能性有沒有? 原山的部分, 我們檢討它的都市規劃, 它大概在比較裡面, 其實它本來有規劃一些公共設施, 可是那些公共設施, 有一些像市場用地, 它已經比較沒有需要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透過公共設施的通版檢討, 把它劃設成這個停車場。 可是因為這個面積也不是非常的大。 第二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希望鼓勵民間, 尤其民間的這個部分, 可以來施設停車的一個空間。 當然這個部分會牽涉到說民間如果要投資的話, 基本上要引進收費機制, 才有可能做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因為原山地區現在還沒有相關的停車收費的一個機制, 民眾的接受度, 我們還會再做一個相關的一個調查跟分析。 因為現在在羅東、宜蘭、郊西, 慢慢的都引進停車制度, 慢慢停車比較有序。 我想這個如果有需求, 我們都會跟民眾來做一個整體性的溝通。 好,感謝處長。 處長,你剛才也有說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現在通案公園, 已經在今年年代, 那間管長也已經說了, 就是一個粗暴的幾個已經開始要燈檔了。 預期是兩年之內就要開原市營運。 所以未來, 年山鄉的車流量, 絕對會比現主席車流量更多。 我是希望我們在這個, 掀起可以做一個完整的幾個, 把所有人山鄉周邊可利用的交通網路, 來做一個串連。 包括我之前也建議有的, 我們現在未來通案公園後面, 這個防汛道路, 這只要跟何傳教說得好是, 那部份如果做一個檢討, 檢討他的路幅幫他看, 安全性做得好, 那就是幫他做為, 因山鄉的這個, 企固的替代性外返道路。 現在目前, 我們這個, 山後面這個已經打通了嘛, 已經通了, 那現在就插那一段路幅, 再放後看了, 一些安全性做得好事, 其實有些車流量, 就幫他在上鐵橋裡面, 甚至未來, 我們幫他上鐵橋那邊, 還打出來跟第七山, 直接接到生土去, 車流量, 幫他在那邊, 蕭桃跟金萊結出來, 在金萊結就幫他在, 防汛道路在宜蘭橋出的, 就不會在市區一邊, 另外一部分的車流, 在台東下來之後, 你把他們在長鐵路, 在茄酒路, 在茄酒橋, 在南洋大橋內, 在內閨, 在那邊出的, 也不會在市區, 這部分我是希望, 處理我們這邊, 可以好好地檢討, 未來, 跟我們這個, 銀山鄉, 這個, 外圍的交通網路, 可以建置得更完善, 這個銀山公園, 開園之後, 不會是銀山人齁, 要出門的一個, 嚴重的夢魘, 齁, 這才拜託處長齁, 啊, 再來就是說, 我們公務處齁齁, 我想說, 要請教, 我們翁正課長, 那個金泰路, 金泰路目前, 那個規劃的期程, 金泰路拓寬的部分, 規劃, 規劃的期程, 是怎樣, 感謝議員關心, 那金泰路在現在, 已經就是有發爆設計標, 那我們預計, 會在明年完成設計, 那後續大概, 就是設計的成果, 那陸續來發展後面的一個, 看怎麼樣拓寬的狀況, 那因為它是有牽涉到一些, 水利會的用地, 這原則上呢, 我們會先去跟, 那個水利會那邊協調, 那盡可能的看, 是不是採, 採取就是那個優先, 拓寬的方式, 來做處理以上, 這部文, 其實主持人, 之前在會審的時候, 包括副管理人, 也去現場看過, 其實土地的問題, 我們買也跟水利會已經, 私底下已經協商, 用地的, 用地的部分, 包括那個水溝這邊, 有一些是, 鄉公所的公有土地, 跟另外一側是, 這個水利會的土地, 其實用地都已經沒問題了啦, 現在就是看我們, 這邊幾個基點, 跟經費的來源, 要怎麼來, 支應這個港町, 因為現在, 未來, 一樣的這個問題, 就是, 剛才跟建設處這邊討論, 這個銀山市區, 我們這個交通網路, 如果沒有它打開, 未來, 在那個高壓也一樣, 也是一樣的, 因為那個高壓是我們, 行政中心, 我們鄉公所好之後, 一些辦公, 日時也好, 一些車友都在那裡, 而且, 金太郎還有一個, 建設的問題就是, 經常都要發生, 永遠的車友, 我希望說, 我們可以早期來幾個, 讓這個港町, 可以如期來完成, 結合, 我們未來, 我們幾個, 當我們公園也好, 還是說, 日時的發展, 有一條, 很看很舒適的道路可以走, 這請處長跟我們庫長, 可以打招呼, 再來就是, 許科長, 我們日時的污水下水道, 第二期的工程, 可不可以請你大概說明一下, 何時, 要正式, 來再動工, 跟議員報告, 這個, 因為我們污水下水道, 現在已經在, 時間中了, 那預計, 到一百, 零七年或零八年, 可以全部完成, 以上, 已經發包了, 已經發包了, 在時間了, 在時間了, 有在時間了, 現在還在時間了, 也是那個主幹官的部門, 沒有, 現在主要是在做擁護, 擁護的部門, 已經開始在做用戶副名, 好, 這部門要請, 國長你, 可以持續去關心, 因為有的, 事情一樣, 還要跟祖父協調的部門, 如果是可以透過協調, 盡量用協調的方式, 可以跟祖父有一個共識, 請國長再關心一下, 祖父, 祖父, 這個宜武線, 刷刷道路的部門, 應該是在經期來, 就要重新了, 我也希望, 祖父, 跟我們, 翁正科長這邊, 可以同樣, 因為在時間的過程裡面, 一定有些聲音會出來, 我也希望, 我們跟我們的地主, 跟所有團員, 可以同樣透過溝通的方式, 因為, 有可能, 要一個引導, 或是什麼, 這個班級, 或是這個方面的東西, 我也希望, 在我們, 合法的, 健康之下, 我們, 關乎, 這個工程醫生, 的, 合理的範圍之內, 都可以, 來跟農民, 跟所有團員, 盜三天, 讓這個工程, 可以順利, 圓圓, 拿去, 拿錢來, 玩工, 因為那條, 通了, 也是一樣, 一樣可以, 收拾到很多車流量, 不管是, 要找路動, 或是, 要在路動, 要在打開機, 都可以走那條路, 再請, 處長到三天, 以上, 感謝兩位處長, 跟所有主管, 感謝。 好, 謝謝陳議員, 那, 不好意思, 忘記了, 一個人到一下, 休息一下, 好, 我們休息, 於是, сдел足, 不停地下延長, 折不停地下延長, 拿來跟在家, 我們有 Sukk臣的日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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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总共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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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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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有很多的规划设计甚至于工程 待会会讲到工程工务处的部分 有很多的像这样子的案子的内容 其实民众的参与程度都不高 不要再去归咎到说是民众有没有兴趣 或有能不能参与 应该想想我们处自己 本来可以做到更好的沟通或通知是什么 有更积极的办法是什么 从第一次的大会就开始去提到很多 可以让民众更加参与的方式跟方法 我们有尝试过吗 还是没有 我真的觉得很困扰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更记忆的 把这些跟民众的身家财产 环境 交通 安全等等这些有关的事情 让这些计划可以更直接被看到 我们还是没有记得去做这件事情 50个人参与 现在在这个可知性评估的阶段 我简单问一个问题就好 那个BOT的可知性评估阶段 它现在初步的规划 光是那个建筑的量体就有多少楼层高 大概13层 好 13层楼高 如果现在明天开始建报说 BOT现在观察到那个地方 可能盖13层楼高 我不要讲西南西南地方 我光讲楼洞阵就好 会有多少人吓一跳跟反弹 你知道吗 大家一定会非常惊讶说 在后站那个地方 可能 尤其我们自己公家的BOT案 要盖一个13层楼高的建筑物 然后是我们的转运站 然后转运站的点在哪里 众说纷纭 这些事情是 责任其实是在县府没有去说清楚这件事 我自己知道的事情是这个规划 它的位置 BOT的位置可能会更远一点点 比现在的转运站更远一点点 那这件事情民众不知道吗 不知道 那请问转运站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 通行 交通跟交通之间的链接 新的转运站连到我们的可能火车站也好 或其他的站点也好 那样的人本的神情空间 或是道路或是新加交通的配置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做了什么规划吗 不知道 处长 一个BOT案 现在其实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只在做可惜性评估 我们可以积极做的事情 其实已经很多了 光是一个它是几层楼高 跟火车站的关心 附近的交通 或人本的环境的空间的营造 会做些什么事 跟我们所有的宪明的权益是什么 处长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不是把说明会办掉就结束了 BOT不是发包出去就没了 处长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很多 处长谢谢 请坐 针对交通运输的部分 科长 其实我针对交通运输的部分 我也参加过很多的会议 处长 我们其实也一直提到了 今天其实有很多议员去讲到国道5号的事情 讲到观光对宜兰陷进的冲击 还有讲到观光整体宜兰陷进的交通的问题跟状况 公众运输也是我们好几次的大会每一次去关心跟提醒的事 那我简单非常请 因为时间有些关心请科长简单的回答我就好了 究竟现在的我们的大众运输公车就好了 讲市区的公车或者是观光的公车 它的承载量就是来坐公车的人还是不够多 主要的原因是哪几个 请简单回答我 主席 跟议员报告 现在我们大概市区公车 大概每个月平均承载大概十万人次 我有看到那个数据 从一百年一万人次到现在十万人次 跟议员报告就是 我们主要就是一到五主要是县内的通勤通学 那六日主要是观光的旅次 是 我刚刚的问题是 那搭乘的人数 不要给我看数据 如果这个数据有效的话 宜兰县就不会遇到那么多交通的问题 十万人次怎么算来的 我还没有机会问你 十万人次也是我非常怀疑的数字 我是要问你的是 最有感跟明确的事情就是 用公车的人就是不够多 开私家车来宜兰的人就是更多 请问我们大众运输发生了什么事 简单回答我 跟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去宣导 可是民众可能认为说 他使用私人运居还是比较方便 所以这是宣导的问题吗 这已经不是宣导的问题了 我一定接收得到 鼓励大家搭乘大众运输 可是为什么我选择不搭乘 是宣导的问题吗 跟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有做过调查 大概外宣室来宜兰主要以一日游为主 那假如他是三人以上 或是有西家带卷 包含老人或小孩的部分 他使用私人运居的意愿还是比较高 他是比较不会使用 显然是跟游客 或者是使用者他在城市之间移动的时候的需求 是有比较明显的关系的 所以从来就不是宣导的问题 我看到我们的工作计划里面花了非常长的时间 在做路线的规划 还有大众运输的宣导 但是科长 处长 这些是浪费时间跟浪费钱的事情 我今天要来宜兰玩 对我而言当然是方不方便 我要去哪里 我从第一次的大会的时候就开始提 我们要从游城的设计去想 我们的大众运输出了什么事情 人家为什么会来这边玩 你现在的路线很多的点跟点之间 都不是人家会来玩的路线 人家怎么可能会大成大众运输 再来还不论谈到刚刚我们科长自己有讲到了 西家带卷 老人小孩 不同的族群在大众运输上 有不同的需求跟需要 我们在这些路线或是我们的设备上 有更新吗 有设计吗 有思考吗 没有 处长 科长谢谢请坐 处长 针对大众运输的部分 前阵子我们还特地去参加 就是我们自己先进内 针对那个总体运输发展计划期末报告 在大众运输部分我们也琢磨了很多 一直以来宜人县政府也花了不少的钱跟时间 做各式各样的总体报告跟规划 这是我在上个礼拜 县长的施政报告的时候我也提的是 我们常常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有很多很棒的规划跟计划 但第一线的落实是什么 这些规划跟计划 会不会都是天花乱坠讲了一堆 可是实际上真的应用得上吗 能够赶赛生活吗 能够让发展更好吗 还是看不到 厨长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 就直接这样的问题就好了 我们不要再去做这么多的计划跟规划 直接性的问题 我光问一个 为什么我们的大众运输无法好好的被应用 光问这个问题 您都没有办法解析出真正的问题点是什么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改善它呢 所以这边也提醒一下处长 几个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 我就不要再用一问一答的方式 提醒几个我自己关注到在大众运输上 我们现在最近可能要优先去注意的课题 这个大众运输是一个大议题 治下的几个课题 包含就是那个服务的提升的关键是什么 怎么克服这个问题 应该才是我们要优先去做的事 而不要再去弄那些计划跟规划 先第一线的开始一个一个的把这些问题的课题克服掉 然后第二个就是 其实这也是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以来一直在谈的事情 就是苏花改如果通车之后 对宜兰陷阱的交通影响 那大众运输未来的规划跟因应是什么 我还是没有看到 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市区课运 其实我在昨天针对卫生局的质询的时候 我有提了这件事情 我跟卫生局提到说 未来我们的阳明医如果要成为医学中心 要成为医学中心 我们的人口数也远不达于可能大台北其他区域 那宜兰凭什么有一个医学中心 我去提到了应该不是救人口 而是救我们的县市定位 宜兰先要迈向一个高龄友善的城市的话 那医学中心往高龄友善长照等等方向去做是可能性的 再来花冬的人 他的就医就可以少掉从宜兰到台北的这一段 可能宜兰部分也可以提供成为花冬的可能性 花冬在医疗上的需求 那在这个医疗的需求上 其实光这样子想象就可以知道 一定有一些很多交通上的可能跟需要 包含从火车站到阳明医的人本 人本环境空间的经营营造 还有到时候的工程的品质 再来就是到时候工车的接驳 跟医疗有关的接驳 然后还有那一带的环境工程 还有那一带的其他计划搭配跟串联 像我自己知道的事情是 在宜兰车站的后站 后站本身的量体 它跟前站实在是差很多 内带的人形空间也好 还有后站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 可能后续要进来的 包含转运站停车场 还有什么厨述馆等等 那些设施要进场 那些设施要进场的时候 它的规划能不能够跟医院共构在一起 去思考它的定位是什么 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建设处 应该优先去提前去知道的 我昨天又请卫生局 应该更去主导去影响这件事 是不是建设处这边 也可以优先的 更快的去知道这件事情 跟规划这件事情 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事 那再来就是 假日的接驳人士 我在我们报告书里面 其实没有看到 你只有看到市区空车 里面的一万到十万 我们会后再请提供 告诉我说 这个十万人士是怎么拿到的 这请会后 请大会帮我记录一下 请建设处会后要提供这个资料给我 就是我们的那个十万人士的统计资料 是怎么来的 怎么统计的 以及假日的接驳人士是多少 假日接驳人士在我们的报告书里面 只有写说有哪些线 报告书不要再只有放哪些线了 这种东西我上网查都查得到 你给我议员的报告书里面写 有哪些红线绿线这些事情的 这不是太好笑了吗 谢谢建设处 最后有限时间 我提醒公务处几件事情 也简单询问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那个道路挖掘的部分 这件事情也是讲了非常的多次 那甚至之前 陈俊云议员甚至有提案 我们大家都有连署去提案有关 道路挖掘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统一的做挖掘 跟发布实施 处长 新竹市在去年已经成立了 新竹市的道路管线条的中心 就是道路管线挖掘的统一中心 那这个统一必须联合施工 那未来民众在申请费用的时候 也可以减少负担 那挖挖甜甜补补的次数 也可以降低跟减少 处长请问一下 我们府内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评估 跟可能在针对道路统一挖掘的部分 有没有做过什么样的规划跟准备 处长简单回答我 关于那个管线单位道路挖掘 我们都会在前一年召开一个协调会 告知他们我们什么时候要做道路的一个铺设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之前编列经费来做 你需要挖掘的部分来埋设 就同一个铺设 而不是我铺设完以后你再进来做挖掘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临时性的东西 就是民生的一个管线 他没办法去等的话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例外 好 谢谢 谢谢处长 那我不确定到底是因为我们临时性的工程太多 还是我们在这个统一挖掘的部分都没有设计好 是吗 临时性的不少 那你前一年去提前做这个准备不就是等于没有做 等于白做了吗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临时性的一堆 可能有道路挖掘不少多少比例 maybe七成或八成都是临时性的 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同意我们的管线挖掘 我们路坪 路步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一直在不断的挖挖天天步步 而且不只是路步坪 挖完之后路步坪 每个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中 都会造成多的交通困难跟阻碍 我们自己东山就因为像这样子的挖路的关系 挖路的工程过程跟挖完路的路坪不好 所以造成非常多的交通事故跟意外 这是可以我们自己光是源头去做好管理 做好就可以减少的开支跟减少的安全的疑虑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处理好 处长 请是不是可以好好地谨慎地思考 有关道路挖掘这件事情的同意办法 或者是同意的管理办法或管理 会后的时候我可能再跟我们处长去研讨这件事情 那也 好 谢谢薛议员 那接下来我们来请黄建勇黄议员 主席 那个两位处长 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个 我先将来招牧桃葬 那个 公务处 公务处 刚刚有一个 最近一个消息 13股大牌现在在施工当中 那个 这两天的路 地书和残水现在都淹起来 希望我们在这些施工中的大牌中央的 那个泥土 头块可以尽速给它搬走 这点拜托你也能 也能马上给它进行 给它处理一下 那再来就是建设处 建设处 陈处长 那个 壮围的都市计划 现在是怕到大尾了 我想了解一下 因为壮围乡好像 很多人没有都市计划 你里面写的已经到第三次的通版检讨 那它这个程序到底是要再走多久 黄议员 有关于那个 壮围都市计划 第三次通版检讨 现在已经送到县都委会 第一次专案角署开过了 那后续的部分 需要一些证换还没送进来 那我们会主动去跟这个 公署还有国家单位做一个 做一个讨论 这是第一个 那预计如果这个顺利的话 应该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 会送到内政部 内政部的话会 后续还会再做相关的一个审查 以上 都要多久才能完成这个 顺利的话 大概八个月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还需要在八个月到一年时间 是 好 谢谢你 那个 公务处 最近 我有拜托我们同仁 处中你们也知道 到会看我们 这个疑似八线 那结果 还有我最近接着你们一个回函 说 他这个机会争取经费办理 这个是希望没有经费 还是希望这个人就先等到 除了 这到底是什么 跟黄议员报告 经费我们可以 目前可以先设计 设计出来大概我们就知道说 大概需要多少经费 那这个需要水利会用地的配合 那那一天 议员跟副县长到现场去勘察过了 水利会原则上在用地方面应该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那我们会先进行设计 那设计出来以后明年来争取经费来 来 透关 那 国长 诶 这算是算贴的 这算贴的到底是分布在哪里 能不能会后后给我一个资料 感谢议员的关心 有关于违章建筑的采除 今年度各乡镇其实都有 那这里有在报告书里面所做结案的时候 除了是违章以外 还有包括一些比较大型的那个广告物的一些处理 那其实 没有啦 我没有跟你说广告物啊 我没有跟你说违章建筑 广告物是另外一个 一个小节嘛 我只是跟你讲说违章建筑料 违章一共有250件嘛 那能不能会后之后 将这250件的筑料到这个31件的筑料 给我 我会后跟议员这边提供一些资料 提供资料 大家议员都给他好 我看这个大家都需要 啊 那个铁路高价的问题 村长 铁路高价应该是立即要执行的一个一个我们的这个这个建设的一个工程 我感觉铁路如果没有高价的话 我们今年度和年载我们一样连线 发生多少车祸 这我们这家的我们家里面有纪录吗 报备员那个车祸部分 属于铁路比较大的部分我们这边没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没有相关的资料 对 对 对这方面 我们处里面 对交通部来 对跟交通部有没有争取到什么时候能够把铁路高价这个机会呢 你好 跟俞人报告 铁路高价它现在的中央的程序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先拿出一个可行性评估送到他那边做这个审查 那可行性评估我们在一百公四年十二月就送给他了 要在一百公五年三月的时候 针对于几个尤其在工程的部分要求我们再重新再做一个部分 当然最大的一个就是因为宇兰铁路高价以后会有一个机工店的这个基地要重新迁移 那土地的面积需要到20公顷左右的面积 所以那个部分后续的部分我们来做土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取得跟相关的配合 那有关于铁路高价这个部分其实不管县长副县长还有立委的部分都 全力在争取那希望这个部分可以来来执行那整个分成大概四个段 那全部如果全部重新高价从头城站一直到这个 吴老坑站以后的部分大概总经费是大概五百亿左右 总经费要五百亿左右对 那我们已经在一百零四年已经送这个 交通部 好 我觉得铁路高价对我们依然整体的建整体的发展会影响非常的大 那县长你会可以关心 今天多多的关心 那公务处 公务处 公务处我刚才 跟你讲这个 这个道路的 的匹建 我感觉我对 管长这次会期前几个天我又说 说这个 众位 我们依然关欠众位还是非常多 从管长说的 全我们大人地区 欠我们依然欠很多 所以我是说 管长我 那县长我对这个 以十八县 以十八县 还有以一九县 以九县 以九县不是 是台 台以一九县 以一九县 这两条道路 我觉得你刚才已经有 答应以十八县 可以把我们 政策改善 以九县我也拜托 处定在这方面 都要下去把我们 警察 关心和政策 第一条的部分 我政府感觉有 拜托我们 我们公务科 去给我们看那个 那个漏的 一个白水的问题 但这个白水的问题 我感觉 我感觉你说 那些都稍稍的问题 是怎样要摸到麻烦 是好像那一角 道路比较低洼 而且 那个排水 因为 两方 沿路都没有排水溝 所以说 他那个地方的白水不通 我们就要 再需要 拿到土地统议书 才有办法 将那些白水 把它拔掉 我感觉 这好像 太扰民了 但没办法 直接就保管吗 村长这点我有 拜托你们同仁去看 不知道有在那里面 我是说 像这种问题 应该很简单可以处理 不要这样 讲这些事情 没有到 没有到这样 老百姓 虽然是 他不自己 保也不能保 只是我们公务部门 可以保而已 所以拜托厨长 刚才就做了问题 看能不能 不要 不要 这么麻烦 这么麻烦 你还要 土地所有前年同意 我相信这件 拜托厨长 我们会后 看能不能 一个家连路 我觉得这件事 还会麻烦 还有 那个 建筑处 我们在国道5号后抽亭 有啊 国道5号 那个 国道5号 往北 壮为 上周处 那个后抽亭 多久建筑的行 你可以補过多少 做一个 做一个補过 拜托一座 因为这个部分 中央可定下来之后 我们已经进行发包了 发包完成之后 应该 在两个月之内 应该就可以完成 希望 我只希望说在这个农历过年前 应该是可以完成 国道5号 那一天在 在县政府的一个会议室 我们有研讨过了 那个交通科 交通科 不是交通科 那个不是 10月1号开始 是要立假日可以在壮为站可以搭车 现在怎么样子 跟议员报告 就是我们10月份有开过讨论会议以后 10月份也有邀请相关单位 有高工区 那警察局以及公所 那我们去现场会刊 还有客运业者 那本来是要用 一些道路工程的来施作 可是怕就是时程 可能会比较延后 所以我们后来在现场会刊 有采取一个替代方案 那我们也协调平临行控 就是说在6日的时候 就是交通管制 那个交通堆要排长一点 那希望 那我们已经把整个会刊记录给业者 那希望业者11月中旬的时候 可以含附我们 就是用这替代方案 是不是可以尽数在假日 可以来停靠这个状围站 以上跟议员报告 没有确定的日期就是了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用一个替代方案 就是假如说 整个交通堆可以往南 往南再延伸的话 我们就不用做高路工程 直接就是从乙兰转转站出来 走县民大道 转191甲 就直接在那边停靠 所以我们已经请评控配合 然后也请客运业者评估 我们希望他们11月中旬 可以回复现府 以上 好谢谢 生较指 puts to give him 黃毅齊議員 主席 兩位處長 所謂的副長 各位董事 和媒體新鮮小姐 港府處長 最近是我們這個針針 針針 渡路這個 目前我們現在做到 加冬蘭救那個 那個已經都定案了 現在在50塊 過去沒有做那個 這個 卡沒有做好 所以說沒有辦法做的 這個卡已經做好了 館長 前幾天第一次 英金一號救通車的時候 他有提出來說 說這個絕對要趕快做 目前的是 你對這個工作的進度 你目前有什麼看法 請主席做這個感應 要回答 謝謝黃毅齊議員 黃毅齊議員講了這個路段 大概 我翁政課長也看過了 這個我們會先做一個路線的規劃 規劃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要多少經費來做編練 那我們會去爭取那個 生活圈來做一個改善 要多久 我們應該是明年六月之前應該就會把它大致路線 入網規劃出來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要多少錢 你市長這樣喔 你現在說的跟你們館長 之前在通車在那裡 當中你說的好像又有出錯了 他說的很簡單 要不要這樣 要不要這樣 你也說的是 你多少錢 當時你還要六月 六月還要七八月 如果要做的時候 我看要後天的館長才有辦法做 規劃出來 我們大概明年度的生活圈 就可以去爭取了 那因為上個段已經核定了 也發包 明年應該就可以動工了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延續性的一個工程 我想在核定方面應該會比較快速了 以上 我的認定是這樣 因為你最近就好 看快下去結業了 你不能說我這次像你 你補公交要帶我去看 帶我去看 帶你去 我告訴你 我知道了 沒有人要帶放廣告去 我買名字 對不對 那是事實的 他也不知道 蝸長我帶那邊去 又不是朋友 你知道嗎 對不對 蝸長你帶那邊不是朋友 我帶那邊這麼多朋友 對不對 對不對 讓你回答一下 對不對 不要用電話來講 跟議員報告 那天當路線 我自己可能有點誤差 那當後面確定路線是確定了嗎 所以說拜託一下 這是這麼重要的工程 這麼重要的地方 你結果鐵都不是在那裡 你帶我到那裡 這樣就混亂了 所以說我留在那裡 還留在那裡 還留在那裡 這個問題要是在那裡 我是怎麼樣 主長啊 因為這個工程 這是通常 這個 五十塊的這個球 要趕快做下去了 要讓他趕快 透彼神宮 三目廟 透水壅 浸透山下 那些如果逃去之後 後來浸透山的人 要去墳口 三分鐘就夠了 對吧 如果現在這樣以外 要留到 要一二十分才會發動夠了 所以我這個是很重要 那個地方無論如何 你要當作同樣的 要趕快就要做 因為你平常你火龍頭大球 跟我們這個火龍頭大球 折折到這個勝歐島這個 這個一定到明年的時候就好 現在上網應該是到明年底應該啦 明年底吧 明年底 應該是到明年107年的7月左右才會好 這樣就還要做兩三 還要算算還要做兩年喔 對 所以我跟華議員報告就是說 剛才講的那一段就是說 上的段再延續上去 明年規劃爭取經費 其實它就可以跟這一段差不多會完成啦 同個時間完成 我是覺得說 我們這個50K要討論這個地方 這段事情是你們目前館有同重要的 也包括本時覺得這個是對宜蘭館 對銀山館同重要的路段 因為你現在發覺時 通關公園開始做下去之後 那個地方 你如果沒有關係做好 讓他在那裡要出集所有人 躺在那裡的地方 這樣就躺在那裡 不用再寫一萬銀山館裡面 所以說這個地方來說 我是覺得你說明年 六月才要開始的路 我是覺得可以提前 這沒關係 最近就好 沒關係就要來關心 就要來處理 因為不太負責我們 館長的政見 你們館長的政見 館長的政見 絕對這個工作 要趕快來實施 要趕快來做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是 要趕快 好嗎 政府做得到 如果你們都沒有的時候 又不一樣 待在那裡 你如果要去做 就趕快來去用心 好嗎 好 以上 那個建設 處長 我覺得說 國道來開工事 一直在搭車 你看看 不管時間到三四點過 要去台北就不方便了 都搭在 搭在 搭在 搭在學生 其實那邊都沒有搭 搭在那邊 這個東西 到底是怎樣 你裡面有的 你沒有去用心 去去搭 搭到這個地方 要趕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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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結果有的就是 都搭在那裡而已 過那邊也沒有搭 你說過那邊 如果過那邊 過那邊就比較沒搭 都搭在那裡 都搭在那裡而已 我說這個問題 那個 處長 你有什麼看我 說可以這樣改善嗎 現在去 如果要到時候 三點過 四點過 去到那裡 又搭在那裡 你說說我們去到那裡 一般的時候 叫我們這個 紀錄市 來搭 差不多四十分 就夠了 四五十分 就夠了 現在 大家都說 特點過程 你有什麼看我講 這個地方可以這樣改善 改善 盡量不要太多 在放空 要支付 自己在裡面 要怎麼浮渡 讓它 沒關係 可以更順暢 你的看法是怎麼看 議長 謝謝房議員 有關於 高速公路這個部分 因為 進入雪稅之後的 整個車輛速的 速度降低 醫藥 其實 本來在雪稅的部分 其實本來設計是 1.5% 通過2,200台的車輛 因為整個速限往下降之後 其實他現在通計 差不多1,800台 也就是說 一點點減少400台的通過量 其實這個東西 是一個現在在平日 造成非常大的課題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跟高工局 一直在談的部分 就是怎麼樣提升 隧道內速度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現在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 現在廣播 其實廣播看起來是沒有效的 其實我們有一直跟中央建議 應該是針對於龜速車要進行取締 因為 有一些龜速車 其實他沒有取締的情況之下 大家把時間拉得很長 所以就沒有辦法處理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們都一直跟中央來做建議的部分 你一定要去建議 因為我們有在開車裡面 都會看到 你明明有個操作 他車給你不走 二頭前 二十二公里 他不走 他不走 他跟我們的不走 你只要這道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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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 我們現在來說 這道不走 你只要這道不走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接下來請 我們延長一點時間 我們吳議員來講完 我們請吳議員 吳王謀議員 大會主席 陳議長 我們林處長 陳處長 各位科長 各位同仁 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 今天 就是我們建設處 跟公務處 这两个柱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柱 一个是在交通和我们都市教育的发展的柜柱 一个是工程和水理的部分 很重要的公务柱都是很大的 最能够表现出来为我们宜蘭的发展 跟我们宜蘭整个治水工程做的品质好的单位 我现在来请教我们的交通处 我们宜蘭关关键的 从写税通车之后造成的问题这么大 最主要只有写税 写税没有办法解决 输解整个外来的车辆的来回 造成的都会搭车 搭车这么严重 现在虽然说仪式县杂道要来做 跟107年才能够通车 但是其他的也是要积极的来 赶快来做 我们的宜蘭 就是说交通忙的 可以输解交通的地方 要赶快来做 比如交期的 你说台奥跟县 台奥跟县 这个要冠近再来做 但是呢 永永迟迟迟还没有答应 那我们县政府 在县政府应该要 极力来争取 赶快来打通这一个关节 这个关节没打起来 大家市区 十堆一定一直探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交通忙不好 你说宜蘭要怎么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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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有很大的问题 再来 我们往外的 要另外有替代道路 你说以前是北宜 北宜 跟我们108年 走人比较少 现在就说 从基隆到福隆 基辅公路 基辅公路几乎透关完成 对不对 但是有这条路很方便 但是呢 中央他就丢人给你丢人 不要让他来发电 所以用什么 就是说 基辅公路 从泰安到 我们大县的这条路 他就跟你说 本来有一个什么 要做水口 他转你骗人 他就不想跟我们做 他就跟我们拖 他就跟我们拖 现在就说 要刷你哪一边去 我认为 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不应该管 第一条路 道路如果没关键 来找出来 同样你把移宿线杂道起来 同样没得到这条路 同样就打得到 刚才说的 同样 在高速公路的写税里面 龟宿车很多 不是一堂就是一堂 我常常去台北 我认为内车道一定比较快 结果 偏偏就 偏偏就算到那条路 最大的龟宿 他就慢慢来 不要插力了 他就要塞外车道去 不知道 他刚才要进来 就塞外车道 但是 舒适上两个车道 速度都要同样 对 我们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在写税里面的监控中心 都有在广播 抽速性提高到多少多少 我看没有什么用 现在要指明 道姓 哪一个车辆 什么颜色的 你开的速度太慢了 你只要开70 可以到90 你开70 一车差20 这样下去 你去拿车道 我这台车去香港 我说了 我帮你快点 速度都要 我调整一下 不可以 有的人就批批了 所以 在这里 这是写税 在这里 如果说写税 过后 在这里的机会 我们两个人 包括 我们就要说 这个公路 积虎公路 积虎公路到 常态也到 我们大七 这个要积极来争取 这样才我彻底解决我们的家 有的人说 好 这不可以去 我坐这边 直接来 在这下午 5到1号 直接上台北 差的时间不差 那两个久 这样才我都改管 如果没有改管 这是第一个 你说 每个一句 每个一句 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是要积极 我看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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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区 休闲区 这个 要赶快来做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进度 到底是怎么 所以这个也是要积极来 包括 我们大陆县 趕快来打通 让我们整个的交通 忙 再来唱通 我相信 我都改管 我们目前的困境 没有 我们真正 你说 杂道 遗世线杂道 有什么要做 没有 没有 旁边的路 都没有通路 同样是在这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 建计我们建筑制度的规划 在交通网上 还是要积极 还是要努力 重新再思考 更好的方法 解决整个交通的问题 拜託你 再来就是 大家的各大 都市价位 我还记得 我的作用 因为市价权道提出来 要扩大交通的都市计划 我一感觉 我们的行政部门的都市计划 包括乡公所 包括中央 包括我们管理的都市计划 都不一样 都慢慢拍 都说老年 偷偷慢慢来 这样 整个的都市 都会跟不上时代 现在都会没得到 发电很快 你都市没有发电很快 没关系 车会做什么 都会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98年 合作联资部 的投票扩大 在104年 一月 完成公斩 到目前 要在管副 都市委员会 要在省序当中 这些省了 不到两年 多年 我才没有出场 这要省多久 才能通过 你简单告诉我 就好 现在这个部分 在省 主要是 就是 公所这边 还没有修正过来 所以没办法继续省 如果公所这边 可以积极一点 所以公所不积极 你们还是可以催他 要去施压 说你要当时 趕上过来 不然要怎么可以 要当时 当时要怎么发电 对 丢丢丢丢 是这样 所以这个 可能就是包括 乡的也有问题 乡的都会有问题 县的都会有问题 县的都会有问题 土一会 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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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十年 没法让我们的土区 有更好的发电 这是不好 所以我习惯说 这应该要更积极的 再来就是 有关于郊区 都市计划区 的别墅区 的开发 我要请到 出场 别墅区的开发 到底 和 一般的 私立重化 有什么区别 有关于别墅区 第一 郊西山通的时候 针对别墅区 它是用 地主自办 西部计划 自办重化的方式 它的规定是这样的 好 你现在告诉我 就是可以用 自办的载重 目前我们现在 完成了只有 七块三 七块一 七块一已经通过了 我们都市委 通过 还在保险而已 不是这样 中间还有一个 区块五已经过了 那也过了 第一 都市委会 审查通过 其他在补件 就是要做水保 什么东西就对了 我来称告 他们这些所有的设计 是要管政府设计 还是他们自办设计 近前 就是为了 因为区块三 发生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有一个 整体的 置办重化的时候 就是要 减过管政府来设计 工程的部分 就由他们来执着 好 你现在同样 所有自办工程 就是七块三 七块一 七块三以前 是自己设计的 对 你也七块一到七块五 都是由政府来设计 然后花包 就会比照政府 政府采购法来做花包 是不是这样 是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要控制 整个的时间的品质 这个我是赞同 我是说 如果说 今天你们不是 你们就感觉 有放水的嫌疑 所以我在这里就感觉 如果这样 是应该 以后就管他的整个工程 施工的品质 那关系好 我们整个月都 本来的我们管府 整个月 管府自己整个月 又整个月 自己选自己去 也是应该 要选也应该 所以我们就要 把工程的品质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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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应该 请你做下 再来 我来 我来 老公、公共飲食科,有人在建議 我們服務員很多人在出事 但是就是沒有公共飲食 所以很多老伙子要去參加服務員的一些這些事情 都沒辦法要請客人請什麼 交通叫車也很不方便 所以我在這裡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考量 宜蘭進行的時候能夠工作從宜蘭發到服務員 我一天要幾房車 有辦法調配嗎 讓這樣有的比較多的要去看他們的祖先有在那裡 或是說要參加人的交別式 不然他們說不說沒有車站那麼多坐 不可以去 這是我個人的拿一個建議 我希望說這可以做得好 拜託我們的公共飲食這個部份可以來做這樣 再來就是說 首都客運跟隔壩人客運往台北 往台北 往台北 我們往台北 都在轉運才能上車 我也聽到民眾在反應說 有的地方可以上車 你如果想說我們四層 我們四層的地方需要鑽車 要跟議員在那裡鑽車 他說不行 說不行 說不行 很奇怪 還有人說 在隔壁跟隔壁怎麼可以 隔壁跟轉運站也沒有辦法 說可以 我覺得很奇怪 我希望你們把它調一些資料 從宜蘭站到郊基這個中途 哪裡可以上車 是不是只有郊基的轉運站可以上車 還是其他有 目前是跟其他有 所在的地方有 但是我相信 我們宜蘭館的館民 去台北上班的很多 很多上班 就是 就是 早上 7點到8點這個時間 6、7點這個時間 可以讓那些地方 比說在四層上車 或在那裡 三民 十六街 也有可以上車 如果有停車站 當然是在那裡 不然就是 再來就是 跟帝君廟上去了 再來就是選擇 讓這些人 台北上班的人 有比較方便 不然你們看說 不方便 就是 都要坐 團門叫人的財 才去到轉運站 才坐車 這個呢 是不是有辦法 替我們的官民來正式 這種的 這種的 服務 這個也請 我們處長幫忙一下 再來 還有一個問題 來請教處長 大家 有很多 裡面的價位 投資價位 包括 大家 這個 龍潭歐 第三次通門檢討 檢討 都那麼久 大家 龍潭風景地區的檢討 大家龍潭風景很漂亮 檢討也很多 便 最重要就是 宗教區 要趕快 讓它通過 宗教區 早期 那個地方真有 是我們只行這個 保護區 保護區之後 到目前的發展 有需要 宗教區 宗教區 有幾個宗教 但是一個很積極 要配合宗教區 對我們的龍潭歐的頂頭 會帶動整個宜蘭縣的觀光 都有幫助 對龍潭歐的發展也很重要 它就是 一樣 是由財團發展 來發建的 這個地方提供 讓我們很多觀光的有限 可以做一些休息點 是很好 當然 這個 這個案 其他有的 有的土地沒辦法 它這個土地都可以自己的 它應該 以前有的保護區 應該趕快 來減少 來配合 我們這個 風景庫的發展 應該要趕快提升 有的宗教區 讓它做宗教 跟我們的觀光來結合 讓我們帶來的觀光客 和很多宗教的人 可以來參與這個地方 讓我們龍潭的這個地方 更加這個 這個風景庫的更加活路 更加可以 讓人覺得 這個地方 更是有宗教的文化 還有我們觀光的油店 好的地方 這要跟觀光來做 我希望像這個 這個計畫 要趕快弄好 還有我們 東區的土地區 裡面 健康修剪專業區的 西部計畫第一次通版檢討 到底是檢討什麼 我也不知道 請這個在會後 給我順便資料 交際火車站 周邊的地區的西部計畫 我也不是要 你也是通版檢討的西部計畫 這也很快 你們專 還有一個 變更交際 都市計畫 躺會國的地區的西部計畫 通版檢討過後 是有什麼變更 這個相關資料 也是還送給便宜 再來就是 專案 專案幾個裡面 有三個大點 就是說 大家 健庇局 都市更新 先起規劃 是怎麼樣的規劃 再來 宜蘭市 宜蘭市 法農市一村 就變更市位 市位可行性評估 跟評選的作業 它的進度 是到哪裡 我們都需要主導一下 還有我們 大家文庄區的整合計畫 到底是整合什麼 我們要做一個 詳細的了解 把這個相關資料 給它 給它 我希望說 這個對整個 我們 都市的計畫 非常重要 所以 拜託主導 這個 事變資料 給我們 讓我們 知道 要怎麼來做處理 好 那就是 這些 就拜託 我們的 主導 我們 公務處 有關於 我們的 治水方案 我們十三個大牌 正在 在整治當中 我希望 我們 政治人中 聽很多民眾 所要求的 我們的品質 一定要達到一個水準 最重要 我們的品質要做好 讓我們的品質做好 讓我們 政府來競定 我們做工程 絕對沒有精采 絕對有太多 做完美 做得很好 品質都做得好 最重要 就是 八成所歡迎 我們盡量來 聖明 讓他 能夠 了解 跟我們 能夠結合 來做工程 我們的品質 達到一流的 這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 整治工程 這個環境要做得好 再來 石炒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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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大牌 我們要 透寬工程 我們的土地徵收 都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 很久了 很多民眾 都在說 你把禁食 這麼久都沒有 要討論 你等到 等到後面 大水來 抽不出來 再要討論 所以這個也是要積極 到底環節出在哪裡 土地款都徵收好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動工 這個什麼時候要動工 我也說一樣 他會有 書面給我 就是 這個 玉田大牌 跟石炒大牌 這個 整治 整治的工程 這個 要討論 整治工程 這到底是怎樣 出了三個問題 你把這個資料給我 再來就是 黃豆機大牌 英特技大牌 我們 黃東這邊 也是正在 現在已經都 徵收了 我們都說好了 就開始要4天 開始在聽 這個也是要 同樣 民眾所反應 我們也希望 可以接納民眾的建議 如果是合理 我們應該要做安全性 各項 我們要做好 這就拜託 再來 台九縣 柴維橋 柴維橋 以西的部分 是在明年度 106年開始 這個也是要加強 跟地方的基民來做交通 聽起他們的建議 這樣可以 讓我們在施工之後 能夠很順利的來進行 再來 柴維橋何時要 再要發包 再要開始做 也一樣 在書面上 在一旁跟我說 這樣 我相信 才有辦法 讓我們的 進度更順利 這是我個人的 還有一個就是 黃草雜門 黃草雜門 水草 我們不如 擺一個時間看 我個人看法 黃草 我們的大排裡面 有這些 這些 這些水草類 是不應該有的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 要排水 要排風 要排風 你頂一半 放下去 哪有什麼 說要保護水而已 我覺得這是 保護水而已 應該有很多東西 不是說 在河東 我們就要排水的東西 來頂那個東西 應該定期要清理 要把它做好 這樣才可以 這個也是請拜託處長 這次你要說幾分鐘 兩分鐘不要再說 兩分鐘不要再說 好 這樣好 我就執行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 吳鳳某一言 那也謝謝 現做處 那個 公務處的主管 還給你們 援兩時間 感謝阿財雅會 就跟這裡來結束 散會 一般你們要注意 可能有跳過六點 你們要準備一些點心一下 我們再繼續 一天都要完成 這樣 好 謝謝 謝謝大家辛苦囉 散會 散會